他死了99次 但每一次他都奋力反抗 可当他知道自己是最大的反派时 他累了 只想摆烂当个废物 在遥远的针锋大路上 一女子被手臂搬粗的铁链牢牢锁住 只见他那妖艳般的脸庞上满是泪痕 这时 一女子上前说道 这针锋大路已容不下你 你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该回头了 可女子用力挣扎把铁链弄得连连作息 我合错之有 但此时后方一男子说道 皈依 只要你听话随我们回去 我和隆岳可以为你求情 一切还来得及 女子听到男人的声音抬头望去 只见男人就拿着一柄键对着女子 你要是再名完不灵 那我就不客气 可女子听闻 悲愤地说道你何时对我客气过 然后抬头看向两人 你们将我逼到如此境地 我要让你们全部给我殉葬 一旁两人大言失色 他要自爆丹铁 然后整个针锋大路天空 好像又升起来一个太阳 女子独自躺在地上 喃喃自语道 这次我又输了 而此时的太清门 一女还猛然惊醒 用手摸了摸脑袋 这是又重生了 刚才的事情 其实她已经经历了99遍了 但是每次都是以她惨死收场 之前她一直在反抗 可当她反抗了99次后 结果并没有发生改变 于是她就彻底摆蛋了 爱谁谁吧 既然已经知道了大结局 还不如整天睡大觉 但这时 一男一女破门而入 原来是小桂依的师兄师姐 这次来让小桂依下山童去除岁了 但小桂依拉了拉背 我要睡觉 我不去 师姐指了指桂依 别闹小孩子脾气 快起床 此时桂依想到 之前这样拒绝 她会一直被困在这一天 于是拿起头绳 把头发扎住 对着两人说道 我们走吧 就在几人下山时 前方传出谩骂声 只见一男子 正在被几人拳打脚踢 一旁师姐说道 他好像是太清门的外门弟子 怎么会在此时候如此欧 而小桂依已然认错了 正是在朱仙台 和他对话的男子 这剧情还是和之前一样 师姐此时说道 他好恐怖 要不然我们去帮他一下 桂依听见 好啊 之前他如此对我 这次正好讨过公道 狠狠的一巴掌 抬到男子脸上 他轮回了上百事 只为求得男人的青睐 但是每次都会以他自暴收成 这一次他不想再努力了 彻底保了 但下山的时候 又碰到了这个忙碌 这时他正在被几个人 拳打脚踢 他几乎每一时 都会上前去救他 但这次他不想再追求他了 只见 桂依走到桂军朝面前 上去就是一脚 这把围观的箭吓了一跳 师姐更是疑问的 桂依师妹 你怎么踹了这位 发叔一半看到 桂依阴沉这里 立马就把嘴合上了 桂依怒气冲冲地 看着顾军朝 我反反复复 救了你多少次了 即便如此 你每次都会选择花龙月 我究竟是哪里不如他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 我上百人回 想到这的桂依心里的怒 就快压不住了 但一旁的顾军朝 此时开口说道 这位道友为何踹我 我们是有仇吗 想到这儿 桂依笑着拍口说道 我当然是为了救你 没有我内疾 你估计会被他们打成重伤 道谢的话就没有 说吧拉着师姐 就要往山下走去 但师姐则对着顾军朝说道 我先看一下你手里的预警 仔细看了看 真的是认为预警 而顾军朝则是看着桂依 怎么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突然头像针扎似的 此时他的脑海深处 有一个女人大声斥责他 你为什么这么对 随即两眼一飞昏了过去 半个时尚后 太清门的凡间驿仗 桂依拱手说道 师父 弟子来迟了 此人正是青云松松主 白山尊者 白山尊者起身关心问你 你这丫头去哪了 怎么不和师父说一声 听说还救了一个准入门弟子 桂依嘴角微微上网 救人引领圣道七级浮屠 积德而已 但师父听闻一笑 你之前可不会说这个 你的志向可是天下第一 说吧又看向桂依 我这小徒弟天赋极佳 之前还担心他会误入歧途 但是看到他现在成熟不少 接着问向桂依 你现在的志向可有改变 桂依当然是不想再回到三月十五 他已经重生了上百次 师父看桂依没回答也不明显 跟我去镇上除岁吧 听说你救的地责醒 桂依看着师父的背影想到 以前最敬重的就是环山师父 知可惜 你从来没信任过 这事也愿不问你 谁让我才是这故事最大的反派 这辈子就不想这些 半个时辰后 嘉云镇的除岁仪式上 桂依正躲在一个角落里睡大觉 而师姐和顾军朝刚好看到桂依 师姐很吃岔 他是不是中邪了 我师妹可是一个修炼旁模 说完用手指出了戳桂依的小脸 桂依吃痛醒了过来 但一个不闻往后方倒去 顾军朝眼几手拍一把揉着的桂依 桂依满脸震惊着看着 这可是上百世轮回两人第一次接触那么紧 你见过走路都能睡着的人 他轮回上百世 每次都会和命运做很好 但是结局并没有改变 这一事他彻底改变 只见桂依此时正在一个角落里睡大觉 师姐凌月看到这只想把桂依叫醒 但桂依吃 一个不小心就往后方倒去 顾军朝眼几手快一把揉住了桂依 如此近的距离让醒来的桂依很是惊讶 但他立马想起前世被男主刺杀的情形 一把将顾军朝推开 心想 这可是女主发拢月的男人 我可不能碰 然后转身对向顾军朝说道 下次不用劳烦你 我自己就可以 顾军朝此时的脸色像吃了翔一样难看 桂依起来舒服地伸个冷腰 然后又找个角落睡着了 这是睡王附体的霸气 三天后 众人终于完成了除岁仪式 师姐脚踏上飞溅然后对着桂依说道 等会在你的院子里面集合 桂依满面碎你 但是突然想起之前发生的剧情 之前每次都会在这和顾军朝睡 如果这不按剧情走 估计又会回到13岁的3月15这天了 想到这 气势汹汹地走向顾军朝 然后用剑指着对方 你跟我上那门 顾军朝则是满脸满衣 这是什么情况 接着拱手说道 多谢梦到眼 我还是打算套自己进入内部 一旁门开弟子上去劝道 你怎么能拒绝桂依师姐 你可别辜负师姐的一片好心意 顾军朝这个小处男听闻羞涩起 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但是和师姐相处一段时间 感觉他根本不在意 一旁的桂依听闻 满不在乎的说道 那你加油 爱来过来 说吧把个哈欠往前方走去 但是后方几人看着 龟一的背影摇摇晃晃 就要往前方倒去 这是什么的情况 盖军朝则急忙上前查看 一把将龟一抱在怀里 龟一师姐 然后满脸无奈地对这两人说道 没事 他只是睡着了 说实实 那是快 清云松龟一愿门口 师姐看着众人抬着轿子 龟一是怎么了 门开弟子说道 龟一师姐没事 他只是睡着了 说爸一把拉开门帘 流着口水的女孩 就是睡王龟一北尊了 师姐看到这一把揪住了龟一的耳朵 真有你的 怎么突然这么能睡 龟一痴痛大 快放开我 我要睡觉 师姐掐着腰对龟一说道 一会儿要去上建树课 你要是不去遵守会生气 但龟一还是想着在家睡觉 一抬头发现自己的牌匾名字 这怎么看准不顺 你见过最能睡的人是谁 这个女孩都快被埋了 却还在睡觉 连金丹七的大能授客 也拦不住睡觉的心 甚至为了不让外人打扰她 把自己的院子牌匾 取名为睡院 但这个操作 把一旁的林月师姐惊住了 这可是怀山师父给你提的字 龟一抬手一个大五哥 你给我换了牌匾 我就去上建树课 为了让龟一上课的师姐只能答应 说吧 拉着哈欠联听的龟一就走 这些交给师弟们去做 你赶紧跟我去上课 此时的直修堂 原居看着睡着的龟一 满脸无奈地想到 我的课有那么无聊吗 然后用戒指敲了下桌子 这下终于把流着口水的睡完龟一给惊醒 然后笑着和原居打了个招呼 倒是早啊 好家伙这可不走 这把原居也气得不行 指着龟一说道 既然已经醒了 那就说一下什么事件 但龟一却是倒背如流 这可把一旁的原居和林月惊呆了 竟然一字不差 龟一此时行 轮回百事 每次都能达到化神经 这种问题不是小看我 原居看这种小问题难不倒他 面子上有点挂不住 既然这样那就下课吧 你好好休息 收拾桌子的时候 听到一旁的弟子 谈论到马上就是太清门的开山大的 各门派都会派人过来 龟一听闻 暗想道 这下 加上四大反派要齐聚太清门了 随即往外走去 管他呢 按照剧情走就行 我回去睡大觉去 但龟一这个百烂王贤回去的路太长 正好这片草地不错了 就在这睡觉了 然后舒服地往草地上一趟 这也太惬意了吧 但就在龟一睡得正香时 来了个不速之客 只见他拿着一把铁锹 嘴里还囊囊着 如今四下无人正是我动手的好时机 全然没看到睡在一旁的小龟一 不一会龟一就快被涂给埋住了 龟一争着无辜的霜 这是怎么了 这么萌的小姑娘 居然是一只大鸟 而且这个小妹妹还特别喜欢喝酒 此时 正在全神贯注 偷挖百年侵入的红羽幻鸟 全然没有发现一旁睡觉的龟一 直到龟一感觉脸上有点痒 才睁开眼睛 看着眼前的小妹妹自语道 红羽幻鸟 虽只是灵兽 却能说人话 化人形 还爱喝酒 但听到龟一的话 红羽幻鸟大惊失色 区区练起八戒 竟然看清了我的真身 这不可能 说吧蹲到埋龟一的小土堆上 你到底是谁 是哪位尊者隐世于此 但龟一这个睡神全然不想搭理他 自顾自地睡着了 没错 睡着了 这婴儿般的睡眠 你们羡慕了不 但这个举动把红羽幻鸟气坏了 一句别睡了响彻了整个太清门 淮山尊者听到声音也是一惊 是红羽幻鸟 这边红羽幻鸟狠狠地拽起来小龟一 你给我醒醒 但是龟一依旧我睡我的 爱咋咋地 淮山尊者此时也来到了县城 大喊道 你什么要求都能满足你 但是千万不要伤害那个孩子 从这能看到师父 还是很疼爱自己这个小徒弟的 红羽幻鸟看着眼前的几人 竟然一个都打不过 想起来后方的龟一 既然这样 那还不如和他缔结契约 我为主 他未服 想到这笑眯眯地看着眼前的龟一 但是龟一修为太起 恐怕还会遭受粉饰 龟一此时感觉脑袋里 好像有什么东西进来 然后发现了脑袋里契约上的内容 目光一凝 你也配 随即 爆炸声响遍了整个山谷 外方的淮山尊者满脸担心 这契约到底是成没成功啊 随着目光过去 龟一从红羽幻鸟 一脸震惊的眼神中走了过来 嘴里还喃喃着 怎么总是有人打扰我睡觉 好端端的还来个鸟要契约舞 后方的红羽幻鸟 还没从震惊中走出来 竟然失败 但就在他愣神时 一个神网将他牢牢罩着 这下好了酒没偷成 还把自己搭进去 站在一旁的淮山尊者 连忙上去拉住龟一的小手 你没伤到吧 刚刚契约的时候 但龟一此时说道 我没有和他契约 后方的红羽幻鸟 则是大声喊道 你为什么拒绝我 我可以让你直接突破金丹七的 龟一扭头回道 我不需要 我还要回去睡觉 好家伙 百烂王时垂了 还是睡觉中鸟 一出香后 躺在床上的龟一想到 这破鸟还想和我契约 这不是打破原来的剧情吗 我可不想再轮回了 再也不要回到三月十五了 睡醒的龟一舒服的身得懒样 但是突然发现 床头的红羽幻鸟 正脱腮满脸笑意看着 这个女孩轮回了百事 但突然出现的大鸟 打乱了原有的剧情 本以为又要回到重生之的 突然发现了自己 居然还在这个世界里 原来就在刚刚 红羽幻鸟要和龟一契约 但是龟一不想升级 只想摆烂 拒绝了她的契约 可就在龟一睡醒时 突然发现了床头的小可爱 这一定是梦 我还没睡醒 红羽幻鸟跑了一旁的淮山尊者 这就是你的爱情 淮山尊者笑嘻嘻地回道 他只是太累了 既然你和掌门已经谈好 不会亏待你 闭着眼睛的龟一 听到两人的谈话 他们不会是把我卖了 然后蹭了一下起来了 不行 随即拉着淮山尊者的衣服说道 师父 他不能待在我这里 求求你赶紧把他带走吧 但红羽幻鸟可不听他的 直接往龟一床上一坐 爱砸砸地 我就住进来了 淮山尊者为难地看着龟一 这不是我不帮你 实在是他给的太多了 龟一听闻只好认命 算了 有你这个变数在 估计明天还会回到三月十五 说到这上前一把 抓住小柳的肩膀 谁让你上我的床吗 随即一个用力 将红羽幻鸟扔出门外 把刚来的凌月吓了一跳 这是什么玩意儿 撞到大树上的红羽幻鸟想到 这孩子还是需要调教 坐下床都那么大的随 但凌月听到他的话 用剑指着他质问道 你是谁 你要调教谁 红羽幻鸟脾气也大 用手指着凌月问道你又是谁 后送的龟一突然出现 把各自介绍了一遍 但红羽幻鸟听到龟一的介绍后 炸毛起来 我有自己的名字 别听听这个鸟 那个鸟的叫我 我叫红植 可是龟一听到他的话后 直接就滑倒在地上 红植上前问向凌月 她是不是要死了 红年无尽 只见凌月扶起来睡着的龟一 然后回道 你死了我师妹都不会死 凌月刚把龟一放到床上 红植就哼着小曲进来 随即在屋子里各种找茬 这院子真破 这屋子真寒酸 这床真硬 这话把睡着的龟一都气醒 你赶紧有多元果多五 四日 凌月把睡着的龟一叫醒 去上早课 龟一听闻叹了口气 知道了 又是下山除碎事吧 果然又回到这一天了 但师姐却说你想啥的 前几天不是刚除碎回来吗 你睡糊涂了吧 门外 红植探头说道 腰 醒了 我还以为你睡不醒呢 此时的龟一满脸惊讶地看着两人 难道是轮回结束了 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 别人都是辛辛苦苦地修炼 而他每天睡觉 却还连升两极 就在刚刚 龟一还以为又重生到3月15日了 但师姐的话 让龟一有点迷茫 这次怎么没有重生呢 难道这是虚晃一枪 师姐此时说道 你今天怎么回事 一直问我有没有记错日子 看来还是不能整天睡那么久 一住相后 只见 一个温文尔雅的老师出现 今天咱们来学习熬制灵汤 只有熟练这个才能灵丹 龟一百无聊赖地拨弄着眼前的炼丹炉 之前轮回百世为了故军朝什么丹药都炼了 这区区的药汤真是没啥意思 旁边的师姐努力的样子 真是和龟一形成一个对比 龟一看了看师姐 真没意思 还是睡觉 但是老师可不是摆出来 居然上着我的课睡觉 这也太看不起我了吧 但看到龟一是清云风风煮地子后 又想到这可能是他独特的修炼方式 但龟一猛然睁开了双眼 这是要从练习八阶升级到九阶了 但好像没有结束 随即立马坐起 运转新走 随即心想到 这可不行 我不想升级那么 这不符合我的人设 还好压下去 不然就要升到助机器了 但此时眼前的丹炉好像有点固扯 哼 只见 龟一身上剑骨亮起 这居然突破了助机器 这把老师也吓了一跳 他竟然练丹突破了 随即又看到了桌子上的丹药 这 他竟然还把药汤淋丹了 这还是一颗补气丹 凌月更是开心 师妹 恭喜你 你一下突破两阶 现在已经是助机器修事了 真是可喜可恨 龟一满脸无奈 没想到修为没压下去 还练成了丹药 这可真是亏大 随即站起身来 不行 我要躲一点 师姐看着龟一被影响到 原来他这段时间那么贪睡 是要突破的 但就要龟一翻墙 打算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时 看到了最不想看的 此人正是龟一 追求百事的男人顾君潮 龟一满脸嫌弃 你在这 那我先走了 但顾君潮叫了声师姐 把龟一叫你 可能往往得不到的 才会珍惜吧 女孩经历百事 苦补追求的男人 但每一世都是男人 亲手将女孩终结 这一世 他放弃了 选择摆烂 但是好巧不巧 这次又碰到他了 龟一看着满脸微笑的顾君潮 他不是应该上课的吗 然后想到算了 既然来都来了 那就走下剧情吧 随即看向顾君潮 你不上课吗 顾君潮回到 刚下课 就打算回来打坐呢 俩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吃了没 还没吃 哦 那早点吃 这刚大的场面 我看了都能用脚指 扣出个三十一听了 龟一抬头望去 哎 他这里好像挺适合偷懒 我现在你就待会 你先忙 可就在顾君潮 把茶水端进屋子时 看到了龟一 已经在床上睡着了 但龟一睡觉 好像有点不老实 一个翻身就要摔倒在地 顾君潮眼几手 快一把上去搂住了龟一 然后满脸姨妈笑地 看着龟一 这果然是在哪里 都能睡着 随即将手里的茶水 放到桌上 轻轻地给龟一 将被子干好 你前世要是那么主动 龟一能高兴坏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龟一从睡梦中醒来 顾君潮对龟一说道 师姐 我给你煮了面 你赶紧过来吃点 但龟一皱着眉头想到 在之前 整个针锋大陆 只有花拢月吃过他煮的面 我可无福享受 随即一起身 你吃吧 我走了 可是走到一半 来都来了 还是要走下剧情的 不然又回到三月十五怎么办 然后转头对顾君潮说道 你要是修炼上有什么事 直接和我说 随即又从身上掏出来一块传讯牌 若是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来教我 不等顾君潮回答 转头就往出口走去 但龟一好像困意诱上了 整个人都是摇摇晃晃的 一丝溜就往地上倒去 对方的顾君潮一惊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死变态趁人之威 看女孩睡觉可爱 要去摸人家的脸 就在刚刚 龟一给了顾君潮传讯镜后 就要往外面走去 但龟一此事困意上了 摇摇晃晃晃的就摔倒在地 引得顾君潮满脸惊乐 这是又睡着了 于是上前仔细看着 龟一睡着的样子 这也太可爱了吧 手就不自觉地 出了出龟一的小柳 龟一感受到脸上的韵脸 猛地一起身 你要干嘛 被发现的顾君潮满脸尴尬 龟一从地上站起暗讯 这顾君潮怎么回事 从前一副为了 花拢月洁身自豪的形象 现在怎么有机会就要上手 这 可能我感觉应该是你太可爱了吧 顾君潮看龟一 如剑温神一样躲着他 师姐你是很怕我 龟一为了不让剧情跑偏 于是说道 没有的是 师姐最喜欢你 好家伙这是哄小孩的吧 但顾君潮好像很上头 举起双手说道 师姐放心 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的 过几天我一定能跑进内门的 龟一微微皱着门 这小子完全误解我的意思 按照剧情发展 他应该是一年后才能入内门的 就在打算和顾君潮解释的时候 屋外来了一众外门弟子 这不是门派第一听 龟一师姐 哎 你别挤让我看看 顾君潮看着外面的景象 一把将龟一护在身后 师姐 你别怕 我来保护你 但龟一推了推顾君潮 让让 这成名总是来得那么猝不及防 说吧 张开双手 一连享受的表情 他们可都是来崇拜我 伴上 一众弟子抬着睡觉的龟一 只见他们讨论他 这现在掌门要见龟一师姐 可他睡着了该怎么办 先不管了 先抬过去 一出厢后 轿子外面传来淮山尊者的声音 龟一 醒醒 龟一晃晃悠悠地走出轿子 拱手说道参见各位 但掌门举手制止 罢了罢了 今天叫你来是和你说一下 等几日开山大点结束 让你去见准去挑选你自己的剑 龟一一个愣神 怎么一个个都不按照剧情来 这也不符合我摆烂的特点 于是龟一拱手说道 弟子刚刚进声 此时去剑种恐怕选了把不行的剑 倒是怕让诸位失望 我愿将这个名额让给他人 明年我再去选剑 可这明明是推托的话 却让掌门和众人十分欣赏 乡林掌门捋了捋骨子 剑种的剑都不差 即使不是大门的剑也拆不到你去 你就放心去吧 可龟一心里十万个草尼马奔腾 我只是个炮灰反派 我要那么好的剑呢吗 就当龟一还要拒绝时 怀山尊者上前拱手说道 那我就替我托儿谢过掌门了 离开后的师徒二人 走在回青云峰的路上 龟一说道 师父刚刚我 可怀山尊者转身摸了摸龟一的头 我知道你的想法 但是你不能当众拒绝掌门的 而且你挑什么剑 师父都不会怪你 然后转身对着龟一摆了白手 你还要练剑 我就不耽误你 师父走后 龟一生无可恋地拖着自己小脸 这老天是故意在搞我吧 之前想要的一个都得不到 现在不想要了 一个个纷纷找上门 算了不想 还是睡一觉了 但这是旁边传来脚步手 只见一个男人探出头 师妹你怎么在这里 女子轮回百世 每一世都努力拼搏 但是爱情 亲情 财富 纷纷离他而去 还因此失去了生命 这一世 他选择了摆烂 我不要了 爱咋咋地 但是之前他所欺望的东西 纷纷找上门 就在龟一正在思考 是不是老天在故意搞他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个男人 师妹你怎么在这 此人正是龟一的大师兄轩宜 大师兄是一个内心 十分纯净之人 但前世因为龟一的关系 下场十分悲惨 此时大师兄悠闲地说道 师父不是让你练剑吗 你怎么在这躺着 龟一当然不会告诉他 在思考到底是谁在搞他了 随即说道 只要心中有剑 干啥都是在练剑 师兄眉开眼笑回道 不愧是龟一师妹 听说你晋升助机器了 师兄还没恭喜你 龟一一脸认真地指着师兄 恭喜就你 不过大师兄 你还是好好在乎一下你自己 原来是大师兄 每天都在叫青云峰弟子修炼 反而自己没有时间修炼了 但大师兄微微一笑 我无所谓的 只要师弟师妹能好 我就很开心 这样的大师兄你爱了吗 随即大师兄摆手就要走 你好好修炼 我先去忙了 但龟一看着这么纯凉的大师兄 真不想让他这一世 再重蹈覆辙 随即将一串上 等子金葡萄扔给他 大师兄看着手中之物 那就谢谢师妹了 此时的青云峰外门静点 正在修炼的顾君朝 听到屋外的声音 这不是龟一师姐吗 他怎么来咱们外门了 有人说道 还不是因为顾君朝 听说外门女弟子 被他这张脸迷得七婚八素 估计龟一师姐 也是因为这个 顾君朝听到外面的讨论 小脸一吼 这些人口无遮拦 被龟一师姐误会了怎么办 屋外的龟一也是很无语 我明明是来走剧情来打卡 怎么还被误会成花痴了 算了 完成任务就行 但就在龟一打算敲门时 里面传出顾君朝的声音 进来了 龟一想到 前世死缠烂打都不让进去 现在这大门敞开 欢迎让我进屋 还真是奇怪 看到屋里满脸笑意的顾君朝 龟一彻底目 猛地拍下桌子 这怎么一个个 都等我摆烂了才改变 这想让我出报告重生事吗 不想了 浴室不绝睡大觉 但这把一旁的顾君朝吓到了 这是怎么了 是太困 还是太烦躁 或者是饿了 对可能是饿了 就在龟一睡的正香时 闻到一股香味 只见顾君朝端了一碗香喷喷的面 师姐 你要吃面吗 龟一满脸抗拒 你又算什么毛利 这面我可销售不起 我又不是女主 顾君朝听到龟一的话 神情低落地说道 我还以为师姐你会醒 龟一看着他脸色不对 上前安慰道 会喜欢里面的人不是我 顾君朝听闻 看向龟一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众判所归的开山大点终于来了 林月一脸兴奋地拉着龟一的小手 几大门派的首席弟子都已经到了 但龟一对这个场面一点兴趣都没有 看完了吗 看完就回去吧 林月立马化身严厉人生导师 又想回去睡觉是吧 给我打起精神来 年纪轻轻一点朝气都没有 龟一闻言绝着个小子 都是外门弟子 比是有什么好看的呀 忽然人群中惊叫连连 这是南雪仙子 他本人真的像传闻那么漂亮 无愧是针锋大陆第一美人 龟一也发现了南雪仙子 南雪仙子虽说也是恶人之一 但是并不是真正的反派 只是南雪的师父 想要当问林宫的掌门 而正好女主花龙月正是掌门徒弟 这其中有争斗那是自然的 然后龟一又往远处看去 不知道其他恶人来了没 转了一圈 还真让他发现一个 死人正是天道院的带队 龙叔 这人表面上是个带人亲和的三好少年 但背地里却是一个杀手帮派的老大 之前就因为刺杀故军朝 被两人连手击杀 想到这 龟一满脸同情地看向树上的龙叔 龙叔突然察觉到 有一股令人不舒服的视线在看向他 就在他左右摇头 寻找是谁在看他的时候 龟一已经扭头向远处走了 不愧是杀手 这么敏锐 旁边的林月发现了龟一的异样 你怎么了 但这时 开山大典一事开始了 只见一人宣读着 外门弟子八千人 但只取一百人获胜进入内门 两人看着眼前的大屏幕 这次的外门竞争可真够激烈的 忽然 屏幕上显示着顾军朝的画像 林月看着龟一 你对他这么上心 你是不是喜欢他 龟一满脸差你 喜欢他 怎么可能 他杀了我那么多次 我再喜欢他我就是有病 不过我更在乎的是 凭什么顾军朝就能当主角 而我有常人不及的天赋和努力 凭什么我就是炮灰 真是越想越气 气得龟一愤不得 施用林月把眼前屏幕上的 顾军朝给嘎了 一旁的林月看着龟一的样子 师妹 你还好吧 但这时 场外突然传出红植的笑声 只见红植扇动着翅膀 大声向下面说道 此次的试炼规则有所改变 下方的门派看到红植纷纷讨论道 这太清门什么时候 收服的红植幻灭 竟然到此刻才放出来 这时在空中红植说道 本尊的羽毛 就是此次的通关令牌 我会将一百只羽毛 交给一百名修士 这一百名修士 也进入到本次的试炼当中 龟一看着上方的红植 这鸟怎么那么喜欢凑热呢 管他呢 反正不管我是 但红植此时 将手中羽毛往下一扫 外门弟子 只要抢到接到羽毛的修士 手中的羽毛 就可以进入内门哦 当龟一看着所有羽毛 都往他这飘的时候 被吓了一跳 这鸟不会是想让我也参加试炼吗 作为一个热衷百烂的百烂王 才不要参加什么开门大典呢 龟一原来只是在人群里看热闹 谁知道红植一把 将手中的羽毛 全部往龟一方向洒去 喂 你这破鸟是不是故意的 龟一把腿就跑 我才不要进去 谁知后面来了一个 身穿飞袍的男子 挡住了龟一的路 龟一摸了摸刹点 被撞给了鼻子 居然是太岁灵的人 他们可是主修机关 和傀儡术的门派 碰到他们可谓是难缠至极 只见他拿了一只羽毛 在给了龟一 后方师姐突然拍了下龟一 我就知道你拿到羽毛了 龟一表示 发生这种事情我也好伤心了 就在龟一还想让师姐 替他去参加开山大典时 龟一突然发现 眼前的场景发生了肯定 喂 传送不知道说一声的吗 龟一看着手里的羽毛 既然这样 那就随便找个弟子 把羽毛送给他吧 谁知 刚好碰到了 在树上偷懒的龙叔 哎 你怎么在这 好巧 我先走了 再见 可是龙叔好像对龟一很感兴趣 一路就跟着龟一 你干嘛 我俩又不是很熟 你能不能别跟着我 但这是旁边传来人群讨论声 只见一群外门弟子在那里吐槽 让我们去从内门弟子手里 拿到羽毛 真的是人能做到的吗 是啊 咱们这群人最高修为 也才练七五阶而已 站在树上的龟一 看着下方的人群 嘿嘿一笑 这不巧了吗 你们想我可以直接送给你们啊 可就在龟一打算 把他们叫住时 突然一个手出现 捂住了龟一的小嘴 阻止了龟一的动作 外门弟子听到动静往后看去 但是啥也没看着 这边龟一一把推开了龙叔 喂 男女授受不清你不知道吗 但龙叔没有回答 你是不是作弊 龟一一正廉词回答道 没有 龟一弟没有说不让 将羽毛送出去 我可不算作弊 可龙叔不吃这一点 规定是那门弟子 靠自己过的语言 你现在这样做就是作弊 龟一满脸乌语 看着眼前这小子 是又怎么样 碰到我是他们气运 气运也是考核的一部分 可龙叔文言反应很激烈 一个人光靠气运 是走不多远的 但龟一不搭理 自顾自的拿出来一个枕号 你自己慢慢说吧 我先睡一觉 龙叔看着睡着的龟一 也很乌语 这真是太清门第一天才了 场外的太清门长老 对着淮山尊者说道 这就是你那高徒 竟然一点都不尊重规则 淮山尊者也很无奈 小龟一之前可不是这样 可这时 场内突然来了的男子 龟一睁开了一只眼睛 看看眼前之人 只见他拱手说道 这就是13岁就筑基的小师妹吧 真是久仰大名 然后又拱手看向龙叔 敢问这位大名啊 可龙叔不想搭理他 两人就这样兴热尴尬场的命中 但男子不以为意 看来两位是累了 不如我们一起修炼 这样还能增加失门情 龟一看着眼前男子 喂 你打扰到我睡觉了 难怪前世花拢月也要搞死你 你这个嘴太碎了 说吧 拿着自己的枕头就往远处跑去 你们慢慢聊 我换个地方睡 后方男子看着龟一的背影大喊道 师妹 你跑什么呀 你身上有我燃的像 你跑到天南地北我也能找到你 现在奔跑的龟一也不跑 都知道芙蓉古的要擅长追踪 简直就是修真界的狗鼻子 想到这直接席地而坐 掏出了一本书 书名竟是我和我的院主师弟 两人看着书名 这难道是新的修炼方式 龟一回道 只要心中有修炼 干啥都在修炼 就在龟一看着正路神时 后方有人喊道 师姐 龟一扭头望去 居然是顾军朝 这不是完了吗 三大反派齐聚男主面前 这Bug是叠满的呀 当反派碰到正版男主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当然是跑路了 当龟一看到顾军朝的时候大喊不妙 于是拉着两人就跑 留下顾军朝一人在风中凌乱 旁边两人还不明所以 这是谁啊 为啥要跑 半课钟后 龟一三人终于停下了脚步 现在跑得应该够远了 话说按照剧情 现在还没到反派和正主见面的时机 但这时候方传来一女子声音 师妹我看这位外门弟子正在找你 我就帮你把他给带过来了 龟一满脸惊恶地扭了扭头 女子正是南雪仙子 龟一看着南雪仙子 想到前世 南雪仙子可是比龟一还要惨 因为对顾军朝一见钟情 最后落到了破相 被雷劈甚至凶名传世等下场 顾军朝走向前对着龟一说道 师姐 真没想到你居然那么能品 然后看向旁边的脸 原来他并不是讨厌男人 只是单纯的厌恶我爸 别说他了 谁被伤得那么深 谁见了你顾跑 只见龟一满脸干大地说道 我们身上有羽毛 若是让你轻易得到被长老 知道对你很不好的 顾军朝文言拿出来一根羽毛 我已经拿到羽毛了 龟一满是吃惊地看着他 这剧情不对吧 但顾军朝看着龟一的模样 师姐我进入内门 难道你不开心吗 龟一心想 我恨不得你立马从我眼前消失啊 后方南雪仙子看两人认识就要告辞 龟一看着眼前的南雪仙子 你不是对顾军朝一见钟情的吗 你们这就走了 合着就我一个人再走剧情呗 转眼又看到反派二号朱玉勋 和顾军朝在一旁相谈圣欢 龟一彻底凌乱了 这怎么回事 反派和男主居然能够聊得那么合得了 随后又看到打坐的龙叔 此时不溜何时溜 但就要龟一捏手捏脚想走的时候 后方顾军朝喊道 师姐你要去哪 龙叔此时也停止了打坐 随着龟一一块跑去 朱玉勋看着几人的背影 喂 你们去哪 带我一个来 龟一看着后方的三人 原来有个根屁虫已经很烦了 现在还多了三个 一刻钟后 龟一踏上了一个围墙上面 听到下方传来的声音 你一个恋气二阶还想和我们争 龟一顺着声音往下看去 只见一群男人正在围着一个小女孩 你还楚楚可怜地说道 我只是路过 没想和你们抢 但几人一一不饶 既然不想抢 那你就弃群啊 说吧又催了女孩一把 看到这我已经生气了 忽然一个石子砸到男人手上 几人大惊 是谁 有本事站出来 龟一半躺在围墙上 你们几个欺负人家一个小姑娘 又算什么本事 下方女孩一把就认出了龟一 大喊梦师姐 其他几人听闻也知道龟一不好惹 纷纷落方而逃 龟一看着眼前的风景挺不错 那就先在这睡一觉吧 但下方小姑娘发声 师姐谢谢你 我想做剑修 就是想成为师姐这样的人 龟一一领惊讶 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有人以我这个大法派为目标的 女孩看龟一没有回答 目光坚定地喊道 师姐 我叫徐江江 我一定能够进去那名的 龟一听到徐江江 很是差异哪个叫 女孩回到进江游记的江 龟一听闻跑到女孩面前 原来你就是徐江江 最好的修炼方式 竟然是多看书 多看报 少吃零食多睡觉 摆烂式修炼 也就龟一玩的贼溜 就在刚刚 龟一在场内看到一群老爷们 正在欺负一个小姑娘 正义感暴通的龟一 当然要出手相助了 但得知女孩是徐江江时 想起了前世 徐江江本是去暗杀花龙月的鬼 但最后又被花龙月死而复生 只是龟一怎么也没想到 徐江江是龟一的粉丝头子 上市是不是这个原因 才导致江江和花龙月分道扬扬的 眼前的徐江江 看到龟一到他面前也是一愣 狮子 怎么了 但龟一没有回答 只见他向前跨一颗 然后一把抓住江江的小手 对着满脸惊讶的小姑娘说道 恭喜你啊 我身上的羽毛归你了 江江一脸不敢相信地 看着手中的羽毛 这时三大拖油瓶也赶了上来 朱玉勋上前问道 师妹 你这是不是在作弊 只见三人组一派和谐 哪有反派和主角的丁点关系 被发现的龟一二人 当场愣在原地 龟一还想狡辩一下 哪有的事 是他的运气好 才碰到了我 得到羽毛也是无可厚非 龟一也知道这个解释有点牵强 尴尬着截了个手印 我的任务完成了 各位 我先走了 留下三人一连舞弊 这就走了 半个钟后 出来后的龟一被一群弟子围长 师妹 你修炼有啥绝架啊 你平时修炼都是做些什么啊 龟一摆了摆小手 多看书 多看报 少吃零食多睡觉 顺其自然就好 这时林月出来救折 向他们解释道 龟一的意思是一切顺应天道 不能抢求的 送走了门派弟子后的林月 往后面看看 果然 这小家伙又睡上了 林月上前问向龟一 我都看到 你为什么轻易把羽毛送出去呢 龟一眼也不争地回答 那当然是他有本事哦 林月扯了扯龟一辈子 明天开山大点结束 就是见准开放的日子 你一定要挑的好的零件 你现在那么多 没有好一把的零件就怎么办 可龟一听得很认真 轮回那么多时 林月像的老妈子一样一直照顾他 但是他眼中只有男主 完全忽略了身边的人 抬头望去 林月正在椅子上努力修炼 忍不住出声 你放松一些 按照我说的来 补气纳西 由传而经 飞花结印 龟原一体 林月忍不住按照龟一的说法去做 没想到真的让体内沉浸一年的灵气 有了波动 转头看向龟一 这孩子竟然又睡着 这个口诀从未听过 可能他真的有一套自己的修炼方法 女主开场选择直接摆满 只因他轮回上百世 但是他美式都会落得个 生死盗消的结局 你们玩吧 我累了 和美式的林月师姐对待龟一 都像是对待女子一 之前一直把眼光 都放在了男主顾军朝身上 完全没有注意到身边的人 看林月在努力修炼时 终于忍不住出口指导 这下成功 让困在炼气七阶五年的林月顺利进阶 之前龟一美式都能升级到化神迹 指导一个炼气期的小弟子 那不是手道秦爱 可是如此帮了师姐 已经脱离了原有的剧情 按理说是要重回到三月十五那天 这让龟一产生了自我怀疑 难道真的是我搞错了 一日 众人齐聚太清门剑主 只因今天是太清门剑主开放之 可一心只想摆烂的龟一不小 只见他嘴角喃喃道 还不如回去睡觉 此时 后方弟子讨论道 太清门本是两万年前 先魔大战剑圣所创建的尊敏 剑圣的剑案里也在其中 龟一听闻看了本气 他是在前世建国之兵剑 他的主人就是他之前 苦苦追求的布军朝 按照剧情 应该是三年后的宗门大笔后 会被布军朝拿走 这时 前方石门发出轰隆剧情 只见 石门在缓慢打开 但里面的剑气 却让门派弟子催不及分 纷纷被冲得向后方飞去 龟一若无其事地 施展灵力抵挡门内的剑气 这剧情 他都不知道走了多少遍 一驻向后 剑气终于消失殆尽 众人纷纷向剑主深处跑去 只留下龟一在门口左右张望 外面的师兄忍不住提醒道 好东西都在里面快往里面走 外面的都是没有剑 但这时剑主的门 已经重重地闭上 太清门内 怀山尊者看着 站在门口的龟一也是泛起来 人家都知道 好东西都在里面 这丫头怎么就在大门口悬起来 只见龟一此时 看到了布军朝的那把剑 就要伸手去了 但这个动作 把场外的怀山尊者吓了一跳 孩子 你可以再往里面走走 可是如果拿了这把剑剧情 不是又乱套 想到这龟一收回来的时候 外方众人也是松了口气 突然发现一群剑里 有一把扇子 这东西不错 夏天热了 还能派得上用场 那就你了 这一下怀山尊者终于忍不住了 这孩子选了个傻 但此时 扇子发出了声音 不 眼光不错 是扇子居然会说话 女孩轮回了百事 之前不论多努力 都会落个不好的下场 这一时他选择了百烂 别人努力时他睡觉 就连选本命的气 他也只是选了把扇子 只想着夏天太热 时能派上用场 但没想到他随意拿到的扇子 发出来声音 如眼光不错 灰一左右望了望 确定四下没有人 随后凑到扇子面前 小声询问道 刚刚是你在说话吗 但是扇子此时没有丝毫反应 贵一自嘲地笑了一下 就是嘛 他又不是主角 怎么可能随意拿来的扇子 就是个宝贝呢 剑种深处 几个清云风弟子 正在里面寻剑 其中一人说道 师兄贵一师妹去哪了 原来他们此行 就是来帮贵一 寻一把好剑的 但如今贵一不见了 贵一的师兄几青说道 赶紧去找啊 你们去前面 我往回找找 几青快走到门口时 还自语说道 这门口都没有剑 师妹应该是不在这 随即一抬头 看着贵一正在拿着一把扇子 当下心灵一惊 师妹只要打上 属于自己的硬剑 于是赶忙喊道 师妹万万不可 我们是剑修 怎么能用扇子呢 但还是晚了一步 贵一没有理会他 自顾自地施展着手印 一事完成后轮到贵一意外 这虽是一把扇子 但本质上还是一把剑 然后看向扇子 上面已是他刚刚烙印 在扇子上的皱纹 这时 季卿也来到了贵一旁边 贵一看着季卿一脸 吃了响一样的表情 师兄 你怎么了 是要让我帮你寻找零件吗 季卿无奈地说道 师妹 你怎么找了一把扇子 做自己的本命武器呢 被淮山尊者知道 他会很难受的 但贵一却回道 你要相信我的眼光 这法宝可好的呢 然后转了转手中的扇子 这个好像是耳钉 上面的符咒纹路 像是的防御镇子 而且不像是 现在服饰能做出来的 这东西恐怕年代很久远 但此时 耳钉晃了晃 小姑娘 眼神不错 贵一略微震惊地 看着手中的扇子 这个扇子真的会说话 前方的几亲 看到贵一的神色 怎么了师妹 是不是看到什么好见了 贵一将扇子放回怀里 还没有 再往前面走走吧 又看了看手中的耳钉 武器有灵 能通人言 想必这就是气灵了 贵一是没有耳洞的 硬生生地用耳钉戳了个洞 才将耳钉戴上 不愧是剑修 对待自己就是他 不过别说还真挺好看的 因为他里面可是没有金属丸的 还真是神奇 忽然 贵一停下来前进的脚步 指着一把剑对着几亲说道 试试他 但当几亲将眼前的剑拿到手里时 忽然发现自己体内的灵力 瞬间被眼前的剑给吸干了 站在后方的贵一立命 就发现了反常 大声响道 不好 女孩开场选择了直接摆烂 只因他已经轮回了上满事 之前每事都会落得个不好的下场 但上天好像知道贵一要摆烂似的 你想摆烂我骗不让 你睡觉那我就让你在睡觉中进阶 一不想选灵剑 那就让你选择上满事 想偷懒不动 那就等着看你师兄被吸干吧 皈依当然不能看着自己的师兄被吸成人干了 只见他单手结印 周身灵力源源不断地涌向皈依 然后对着季青施展了个手印 灵气经过皈依的身体 又源源不断地传输到季青的身体里 季青吃惊着看着皈依 原来以为要交代在这里 谁知皈依居然出手相助 皈依看到季青的一眼 连忙提醒他 这样下去他也承受不住 只见他双手又接了个符咒 加大了灵力的输出 这一下让原来助击初期的季青 一下升级到了助击中期 随着等级的提升 那柄剑终于不再吸收灵力了 皈依大喊就是现在 季青立马反应过来 只见此时灵剑散发出万丈光芒 半住香后 季青一本抓住了灵剑 契约结成 皈依一脸吃惊地看着拿着剑的季青 他竟然接受了灵剑的反馈后 一跃成为了筑基大圆满的修士 季青反应过来后 连忙向旁边的皈依道谢 但皈依立马阻止了他的声音 一本正经地对着季青说道 今天的事和我无关 全都是你一个人的功劳 尤其我师父不要和他提起我 一语 清云风内的皈依 躺在床上看着眼前的扇子 怎么和他契约后 什么都看不到 但扇子又发出了声音 想知道 但这时屋外传来有人在叫他 只见灵月领着 刚进入内门的江江进来 江江一脸兴奋地说道 师姐 难得今天放假 我专门来看看你 但是没什么拿得出手 只能拿些糕点给你 皈依立马想尝尝江江的手 但江江此时看到了 扔在床上的扇子 然后对着皈依说道 师姐 你不要难过 皈依边吃边说道 我难过什么 原来是整个太清门 都知道皈依的本命武器是把扇子 这次来就是安慰皈依的 江江回答道 没事 但我刚刚在门口 看到顾师兄在门外 怎么吼一会了 灵月听门立马火冒三丈 什么 他来干什么 我去把他赶出去 皈依听门叹了把气 看来每一世师姐都和顾军朝不对 然后对着灵月说道 他现在也是那门弟子 让他进来吧 顾军朝进到屋子 自顾自个拿出来个枕头 我是来还师姐的枕头的 上次睡觉落在我院子里 但一旁的灵月听门立马急了 张牙舞爪对着顾军朝说道 你这个禽兽 皈依才13岁 他可能是史上被冤枉最离谱的男主 他本是好心过来给师姐送枕头的 只因为上次皈依将枕头落在了他院子 但是却被别人误会 他对只有13岁的皈依做了什么 只见灵月张牙舞爪地扑向顾军朝 大声吞道 你这个禽兽 皈依可才13岁 但屋里还有其他人 灵月只能暂时按压住心中的怒 一旁的小姜姜年纪还行 只是认为师兄师姐的关系红索 后方的皈依则是没有想太多 只是让顾军朝将枕头扔给他 然后一倒头直接睡上 顾军朝看龟仪又要睡觉 也知道不能在这待太久 于是就要告辞 但一旁的灵月已经快压不住心中的怒 直到顾军朝离开睡院 灵月才跟了上 恶狠狠地呵斥顾军朝 你对我们家龟仪做什么 为什么他心爱的枕头会在你那里 顾军朝则是一脸平静地说道 如你所见 他在开山大点之前 都睡晚了 但灵月听闻都快疯了 过紧双全对着顾军朝说道 之前的事情就算了 以后请你不要出现在龟仪面前 若是你喜欢他 就拿出来真本事 在灵月眼里 顾军朝除了一张好看的脸 简直是一无是处 但顾军朝听完后 他冰冷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笑意 我知道了师姐 谢谢你 说吧就往外面走去 后方的灵月一脸错了 这家伙居然来真的 睡院内 江江端着已经空了的盘子 向龟仪说道 师姐 你先睡 我先回去修炼了 龟仪睁着一只眼 看着江江离开的背影 猛地坐起来 然后对着扇子说道 现在没人了 你可以说话了 扇子此时终于开口了 你怎么不去修炼 龟仪拖着下巴说道 修炼做什么 反正最后还不是当泡灰的料 扇子听完很是生气 直接现行了 你可知道本尊上院主人是谁 他可是百岁非生第一人 如今我落到了你手中 你竟然是个废物 但龟仪直接往后一趟 你要不然重新找个主人呗 我和你解除契约 但这把碎云扇气得不轻 直接一下打到龟仪的脑门上 这么骂你你都无动于衷 我堂堂碎云扇也是有骨气的 随即一个腾空 然后散发出金光闪闪的十八笔银剑 这些每一个都是能斩尽斜碎的剑 我要是知道你那么懒散 肯定不会选择你 但龟仪却一脸稀奇地摸了摸扇子 这扇子居然藏着剑子 难怪会出现在剑中 不过 它的本意可是想拿来当扇子用的 随即 李仪的看着扇子 你还真是个鸡肋 这把存在了上万年的碎云扇 彻底整物语住了 然后大声对着龟仪狠 我存在万年 多少人为了争夺我弄得头破血流 我攻防都是无敌 你居然说我鸡肋 可龟仪左耳进右耳出 哪听得进去 此间他一把将扇子甩到远处 我管你厉不厉害 但是你吵到我 他本是大陆的天才少女 但是现在却天天只想摆烂 只因他已经轮回了上百世 每一世都是以当炮灰的结局收场 这一世他不想努力了 只想着摆烂度过一生 但龟仪的师父 并不想让自己的徒弟就此沉沦下去 为了参加明年的三年大会 每个月都要让龟仪去参加岳末考 不及格的话 就自己每天盯着他练剑 龟仪为了自由 只好答应师父参加岳末考核 想到这龟仪叹了口气 为什么就不能让他好好摆烂 这时 后方有人叫住了他 龟仪回头望去 此人竟是顾军朝 龟仪摆了白手打的招 不愧是男主角 遇到他的几率还真大 龟仪叹了看时间 还有半个时辰才考试 于是往旁边的柱子一靠 就想着再睡一觉 后方的顾军朝看着龟仪又睡着 就知道自己绕远路过来是正确 只见他快速地跑上前去 就要扶住龟仪 但龟仪好像有预感似的 一下躲开了顾军朝的手 嘿 你这个老六还想碰呢 没门 但顾军朝不以为意 大手一捞将龟仪摟在怀里 然后将龟仪夹在夜下 就往陶场飞速地去 龟仪很是无语 我明明可以自己走 屋中龟仪都快感觉 被顾军朝晃晕了 就在他想提醒 顾军朝他可以自己走的时候 已经到达了逃场 门派其他弟子看到两人的模样 都忍不住无嘴笑了起来 龟仪真的是欲呼无泪 好丢人啊 他挣扎了一下 顾军朝才将他给放了下来 落在地上的龟仪扯了扯衣服 对着后方一脸懵的 顾军朝说道 师弟我先进去了 逃场内 别人都在奋力做题 只有龟仪在蒙头睡大觉 不然 眼前好像有一道亮光 后方走走找人问下什么情况时 突然发现了顾军朝站在前方 但这时 后方出来一女子对着顾军朝说道 君朝 你一直在等我 龟仪站在后方 看着两人轻轻握握 要是换成从前的龟仪 肯定会上前将两人拉开 但是现在 龟仪只想摆烂不谈感情 龟仪就地坐下 双手处着下巴看着两人 然后对着前方空气说道 你在窥窃我的内心 胆子还真是不行 碎云扇突然浮现出来 原来你真的活了那么多时 难怪早就无欲无求了 龟仪一直愣愣地盯着碎云扇 也不是无欲无求 不过轮回了那么多时 这还是第一次被人推探内心 只见龟仪弄地将手举起 啪的一声 拍在了眼前的大地上 女孩轮回了上百事 之前美事都会落得不好的下场 这一时她彻底摆烂了 别人进阶都要费好久 而她却在要进阶的时候 强行将修为压主 只是简单单纯地想着修为上去 就不能继续摆烂了 就在刚刚 碎云扇强行推探龟仪的内心 这把龟仪弄得很是不爽 于是手狠狠地拍在了眼前的大地上 现实中 龟仪猛地拍了下桌子 将周围的考生吓了一跳 龟仪此时大喊 我要交卷 导师看着龟仪交上来的卷子 卷子上有十道题 答对六道就算及格 而龟仪就只填了六道题 导师产生了疑问 他怎么确定六道题都是对的 此时的山道外 龟仪歪歪斜斜地在路上走过 一旁的碎云扇浮现在龟仪一旁 你疯了吗 竟然强行突破心境 龟仪此时也走不动了 往地上 对着碎云扇说道 我是不是要死了 碎云扇大声呵斥的 死什么 你要结单了 快起来打坐 龟仪文言立马起身 这前段时间刚刚注击 这怎么又要结单了 一旁的碎云扇此时看出来端倪 你是不是傻呀 怎么不进击还把体内的灵力压住 龟仪此时又施展了一个手印 瞬间将体内的灵力封印在了丹田内 你从哪学会的风铃阵 龟仪老是回答 就从你那学的 碎云扇一惊 什么时候 龟仪舒服地往后面一躺 就在你入侵我神识的时候 你窥探了 当然要付出点东西 不过 这个风铃阵还真是个好东西 只要将灵力封印住 升级就会慢下来 他就可以继续摆烂 三个时辰后 睡醒的龟仪揉了揉眼睛 发现一旁的徐江江睁 睁着他那卡兰兹的大眼睛 看着自己 世界你终于醒 马上就要到你鄙视剑术了 半课钟后终于论到龟仪 台上的对手也是住机器的弟子 虽然龟仪有了碎云扇 但是为了公平 还是用上了统一鄙视的剑 只见龟仪微微一笑 只有合格才不会让师傅盯着练剑 这一下恐怕不能放水 此时 对面的少年持剑刺向龟仪 龟仪只是转动了下手中的长剑 对方的剑就直接飞了出去 场外的导师连忙宣布 清云风梦龟仪胜出 龟仪听完结果后 就要往场外走去 但走了一半 手中的剑就脱落而出 然后整个人就要从李世台上往下跌落 千军一发之际 红侄直接闪现过来接住了龟仪 一脸嫌弃地看着旁边的龟仪 真是什么地方都能睡 一旁的将将小搭把手 但是又碍于红侄的身份不肯上前 只能眼睁睁看着红侄将龟仪带走 睡院 龟仪指着红侄 你把我的裤子磨坏了你要陪我 但红侄微微一笑 手上微微用力 整个裤子就燃得起来 现在没证据了 龟仪嘴角一眼 我觉得你身上的红毛 倒是挺适合做件大事 红侄战术性咳嗽了一下 然后转移话题说道 你强行压了自己的修为吗 我只能勉强看到一点点 龟仪则是很开心 原来这是用来诊断疾病的 竟然还能看到别人的修为 这封灵阵果然很用 居然连红侄换你都看不错 这碎云山还是有点用处的 碎云山此时欲哭无泪 真是可喜可获 终于有点用处 白烂小能手 为了白烂能有多努力 为了不让外人打扰他继续白烂 刻意起来的大早 和淮山尊者请假 淮山尊者看着龟仪 你确定你要闭关一年 现在你闭关也没有太大用处 但龟仪此时却想着 只要闭关了 就不用参加默考 而且还不会有人打扰 毅然决然地说道 师父 我确定 而淮山尊者此时拿出来的卷轴 其实我是想让你去人间游历一年的 龟仪看着眼前的卷轴 微微一愣 前世可没有下山这个剧情啊 在展开地图后 龟仪看着眼前 不知道缩小了多少倍的针锋大陆 这才发现他前世错过了多少 前世他的眼里 只有故军朝一人 根本没有关心过大陆的分解 话说 现在和前世骗零了那么多 还没有重生 应该和穿越过来的花龙越有关系 想到这 将手中的卷轴一人 提前去会会女主也好 随即直接和淮山尊者说道 师父闹我过两天下山 淮山尊者文言哈哈大笑起来 好徒弟 果然爽快 龟仪看着大笑的淮山尊者 这是上套了吗 两天后 龟仪刚到山门口 看着有几人在这里倒塌 龟仪有些吃惊地看着几人 你们怎么来了 林月挠了挠头 我不是不放心 从小看着龟仪长大的林月 确实有点不放心 龟仪独自下山 龟仪无奈地叹了口气 出去玩还要脱家带口 真是麻烦 就在这时 后方有人撞了一下龟仪 在龟仪快要跌倒时 又一把将龟仪搂住 龟仪愣愣地看着眼前之人 确实无诛 这家伙怎么哪里都有他 就算是男主也不能总跟着他 龟仪撇了撇过军巢 算了 就带上你吧 这次反正是下山找你的相好花龙院的 几日后 众人来到了海岸国的边境 珊瑚城 龟仪手指微微一动 在这众人的云船被收了起来 林月手指着前方 他们怎么无精打采 只见 前方有很多乞丐 正在路边乞讨要些吃的 林月看着眼前众人心有不忍 于是就给了他们点吃的 谁料 人事越来越多 杜一慧 就将众人围得走不动 其中一人此时拉着龟仪的衣服 嘴里还说着 小姐 给点吃的吧 但龟仪用力将衣服扯了出来 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前方走去 顾军巢看了看龟仪 我以为你们女孩子都很善良 龟仪扭头 瞥了眼顾军巢 你再说什么闪话 她前世可是针锋大路 头号粉 结那么多的善云干 女孩轮回百世 苦不追求的男人 如今却成了个舔狗 之前女孩追求男人的时候 可恶是每世都会落个不好的下场 就在这一世 她打算彻底摆烂了 什么狗屁爱情 我还是好好地睡大觉 但男人这一世好像变了 就在女孩说了句 我为什么要当那些乞丐的时候 男人不但没有感觉到任何故事 甚至还感觉女孩好可爱 好有意思 这让原以为话说得 有点重的龟仪彻底傻眼 之前的高老 你脑子生锈了吗 前世变着花样接近她 都没见过她这样笑 算了 现在的任务 是想办法找到女主花龙月 龟仪看着眼前的地图 他们现在所在的是一个 平级到他国都不屑掠夺的国家 但是往往这样的地方 才可能会碰到花龙月 之前她还非常不理解 花龙月口中的人人平等是什么意思 但自从轮回了那么多事 才知道花龙月 可能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一个时尚后 太清零的驿站里 顾军朝一脸尴尬地 介绍着龟仪的身份 而此时的领队龟仪 正在呼呼大睡 一点都没有领队的觉悟 这时灵月突然闯了进来 用力摇晃着龟仪 快醒醒 几经师兄被人围住 拿着哈欠的龟仪说道 他是修仙者 还能被一群凡人打死不成 灵月委屈地说道 还真有可能 都是因为他小心他们一些银子 最后人越来越多 直接变成了硬墙 但此时后方传来一句 我没事 只见一身狼狈的季青 在和众人打着招呼 众人看着被洗劫一封的季青 也很是差异 刚刚发生了什么 季青摇了摇头说道 没多大事 刚刚是一个小兄弟就懂 听到了季青的话 龟仪的反派雷达此时觉醒 花拢月就在附近 那个小兄弟不会就是花拢月吧 而就在太清门驿站附近巷子里 一个女扮男装的人 把玩着手里的钱袋 嘴里还喃喃道 没想到在这还碰到了太清门的人 不过那个修仕 被一群凡人围着还挺好闻的 但这时 一个声音传来 终于找到你 她抬头望去刚好 或围墙上的女孩对事实 龟仪嘴角微微扬起 终于找到你 而下方的花拢月 则是感觉到这个女孩好漂亮 简直就是3D动漫里面 走出的美少女 但龟仪这时困境又上了 整个身体摇摇晃晃的 下方花拢月大喊小心 然后闪现往前方跑去 龟仪就这样稳稳地 落在了花拢月的怀里 花拢月呆呆地 看着怀中的女孩 这个小妹妹是怎么回事 女反派和女主 搞到一块了是什么情况 女孩本是大陆头号反派 但她已轮回了百事 前世和女主都是敌人 而此时的她 只想着摆烂按照剧本组 不想再轮回了 这次终于又让她找到了女主 花拢月看着怀中的龟仪 忍不住和她说道 妹妹 你找我什么事 有话没必要在我怀里说 但龟仪却一脸享受的表情 不愧是女主 一切都很完美 这身子好乱 好舒服 好想在她怀里躺得不起来 但这是一道声音 在两人头顶响起 原来师姐喜欢的是这种类型 站在围墙上的人 正是顾君朝 而顾君朝此时也在看着两人 准确来说 是在看花拢月怀中的龟仪 龟仪期待地左右看了看两人 真是可喜可负 男女主终于见面了 花拢月看着顾君朝的到来 把龟仪放到地上 你同伴了 这下可以说找我有什么事情 龟仪一把拽住花拢月的手 指着顾君朝 你和她看对面 有没有一眼万年的感觉 这可是龟仪这次轮回以来 眼里光最多的一回 花拢月看着满脸期待的龟仪 慢慢地贴近龟仪的额头 这也没发烧了 这孩子怎么说不话呢 龟仪则是被这个举动 搞得满脸通红 一旁的顾君朝 谈了龟仪的脑瓜崩 你是不是还没睡醒 听到两人的话 龟仪微微歪头厮头 这书中不是说的 两人是一眼万年的吗 完了完了 这剧情又歪了 男主女主不想爱了 那他应该怎么办 如果没了他俩感情线 龟仪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想到这龟仪两眼 一黑脑子死机晕了过去 一旁的花拢月 连忙扶住龟仪 问向顾君朝 他这是怎么了 顾君朝看着龟仪的吗 这可能是又睡着了吧 然后和花拢月说道 把他交给我吧 我带他回去 但作为现代人 穿越过去的花拢月 可不相信他 虽然你们是同门 但是我也不信 顾君朝听文气纷纷地说道 你在说笑话吗 我们太亲门的是 什么时候轮到外人插手 但花拢月还在坚持 这孩子是过来找我的 没了解完情况 谁都不能带他走 就算认识也不行 再现代 可是有很多女孩子 被熟人下手 只见他慢慢地 将龟仪放到地上 然后拿出一只竹笛 你若是执意 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此时 龟仪的心境 碎云上看着 突然出现的龟仪 很是差异 你怎么来心境 心境是修仙者的命名 也是保命的地方 龟仪挠了挠头 大脑瘫痪 我先进来歇歇 碎云上看着龟仪 外面两人因为你打起来 你在这看着合适吗 龟仪此时想到 哎 这不就是剧情吗 之前他们初次见面 就是因为夺宝打起来的 但碎云扇指着场外的场景 他放杀招了 龟仪闻言喊了句 我 然后瞬间消失 现实中 龟仪刚刚睁开眼睛 就看到顾军朝一剑 正在刺向花拢月 而花拢月拿着一根竹笛 抵挡住了顾军朝的进攻 看着两人的模样 这是要拼命的 龟仪大喊道 你们再做什么 男主女主竟然为了 一个大反派大打出手 而且这个大反派 还是一个轮回了上百事的女孩 只因为女孩前世努力 多次都是落个不好的下场 所以这一时 他选择了直接摆烂 但是这次好像和之前的剧情不太一样 龟仪越想越乱 最后脑子死机晕了过去 在睁开眼的时候 发现两人在拼命打架 龟仪此时说道 你们在干什么 两人看到龟仪醒了立马收手 纷纷往龟仪这里跑来 花拢月此时开口说道 他要带你走 我没让 龟仪闻言笑眯眯地说道 谢谢你 难怪前世好多人都喜欢花拢月 他身上确实有一股特殊的魅力 花拢月笑着回答道不客气 女孩子保护女孩子 是最正常不过的 龟仪微微一正 他怎么不隐藏自己女孩身份 一旁的顾君朝越过花拢月 就要过来扶龟仪 师姐 既然你醒了 那咱们就回去吧 龟仪往前走了几步转头 看向花拢月 阿月 有时间来太清门驿站找我 一定要来 花拢月也很喜欢龟仪自然是高兴的印象 不然 花拢月后背一凉 这个小妹妹不光知道她是女孩 连名字也知道 另一边 龟仪和顾君朝已经来到了太清门驿站 龟仪伸了个懒腰 回来可要好好地睡一觉 真的好累 但此时 怒气冲冲的顾君朝 也把抓住了龟仪的手臂 龟仪感觉到了对方用了非常大的力气 这人怎么突然发疯了 又生气了 于是问向对方 你有什么事情 顾君朝看着龟仪的表情 还有点说不出 但想到刚刚的场景 大声问向龟仪 你就那么讨厌我 一直以来 龟仪师姐到底是什么态度 为什么离自己那么近又嫩 近的她以为触手可及 却又远的她怎么都碰不到 龟仪一把将她的手拿走 语气非常平淡地说道 没有 然后就往驿站的方向走去 顾君朝走在她的后面 师姐还是老样子 对待什么都是这么平静 刚到驿站就看到 灵月往外面跑过来 一把将龟仪抱在怀里 你怎么一个人出去 万一你在外面困了睡着了怎么办 果然师姐对龟仪才是真爱 灵月转眼又看到了后面的顾君朝 其实她担心的就是 顾君朝跟着龟仪 灵月一把拉住了龟仪的手 对着顾君朝说道 我先带龟仪回房间了 你要是没事 可以看看仙门的委托 然后转头对着 打着哈欠的龟仪笑着说道 是不是困了 那赶紧去睡一会吧 五个时辰后 睡着的龟仪被众人谈话的声音吵醒 龟仪揉了揉眼睛 嘴里还难难道这是谁啊 怎么那么吵 只听见外面灵月的声音 既然你是龟仪的朋友 自然是可以经常来这里 龟仪此时终于看清了眼前之人 只见 花拢月对着龟仪说道 你终于醒了 真是男的 本是相爱百事的男女主角 但在这一世 男主每次见了女主都会不掐 因为他们之前为了一个女孩产生了矛盾 而这个女孩也不简单 她已经轮回了上百事 这一世只想好好的摆烂走剧情 可现在走遍的剧情让女孩错不及防 就在刚刚 龟仪被众人的谈话声吵醒了 睁开眼睛后才发现来人竟是花拢月 花拢月刚刚听到林月说 龟仪每次都要睡十个时辰以上 看到龟仪醒来后 忍不住开口调侃道 小妹妹你可真能睡 花拢月其实还是很佩服龟仪的 每天睡十个时辰 修为不但没比别人逼 甚至还高出好多 这时花拢月好像想到了什么 你们太清门是不是接了调查 海安国生气枯竭的任务 这个消息给龟仪搞了个错不及防 这怎么又脱离剧情了 算了 反正男女主都在 肯定是能查出来的 一旁的林月文言也是满脸愁容 海安国的人看了 有人接了这个任务正高兴的 顾军朝此时刚好进门 林月忍不住对着顾军朝说道 任务是你接的 你要负责 顾军朝平静地回答 好 我来负责 花拢月看他们执意要查 忍不住劝道 想查出原因并不简单 你们确定要查 但顾军朝听到了花拢月的 终于发现了花拢月 你怎么在这 这把花拢月搞得一愣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这个男人是真的烦 顾军朝此时将剑拔了出来 太清门驿站 只有太清门弟子能进 你不是本门不能入内 一旁的龟一 看着吵起来的两人也损失无奈 这俩人之前的摆饰 是怎么走到一起 算了算了 不管他俩 我还是先睡一会 林月看着龟一想睡觉 忍不住开口说 你们要打的话出去的 别吵到龟一睡觉了 两人闻言都停下了手中的洞子 而顾军朝音声说好 随即就消失在房间里 花拢月则是不太想走 问向旁边的林月 她之前也一直这么爱睡觉吗 林月想到了以前的龟一 之前师妹很努力 那时候的她 是一个任性又高傲 在别人眼里是个不讨好的孩子 花拢月听完更疑惑 那她现在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林月想了想 好像是从三月十五醒来以后 就变成这样 但这话让穿越过来的花拢月注意到了 毕竟她之前也是看过所说的 林月看龟一睡得正香 对着花拢月说道 我要去处理一下门开的事 你要不要一起啊 但花拢月还不太想走 我想在这陪陪她 林月走后 花拢月看着睡着的龟一 她本人就是穿越过来 会不会有人也是穿越过来的呢 看着熟睡的龟一 她慢慢地凑近了她的耳边 说了一句魔性的话 天王盖地乎 龟一迷迷糊糊地回答道 薄体正合腰 当你穿越过后 发现身边出现了一个 和你一样穿越过来的人 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花拢月表示她很高兴 而龟一对上暗号以后 立马散音过来 这是她轮回那么多次 第一次睁眼那么好 花拢月一把搂住了龟一 亲人啊 然后捧着龟一的脸 你以前生活得很辛苦吧 龟一一脸猛 她是不是误会什么 其实那句话是 她轮回上百世听到的 听了几百遍 想记不住都难 龟一人由花拢月抱住自己 眼神略显该智 不苦 只不过一生求之而不得 呼吁一场笑话罢了 此时的碎云扇 发现原来平静的心境 突然多出来一丝涟漪 这是花拢月扶住龟一的肩膀 你等我一下 两个时辰后 龟一看着眼前的香甜草莓蛋糕 这不是花拢月 给顾君朝吃的生辰蛋糕吗 龟一有点不知所措 现在不是我的生辰 我可以吃吗 花拢月将自制的叉子 放在龟一手里 吃吧 只要你想吃 我每天都可以给你做 龟一文言用叉子搞了点蛋糕 在花拢月期待的眼光中 放到了自己嘴里 这新奇的口感 是她之前没有感受到过的 但这蛋糕越好吃 越让龟一感觉 自己之前的行为很可笑 花拢月看着龟一笑出了声 略带疑惑地看向龟一 你笑什么 是不好吃吗 龟一满脸笑意地回道 是因为能吃到蛋糕 所以很高兴 花拢月看着龟一开心的样子 瞬间有了斗志 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我再给你做 龟一立马提出要求 我喜欢葡萄 花拢月立马记载了她的小本身 随即说道 海安国的事情我一直在调查 但吃饱躺下的龟一表示 这种事就交给你 十个时辰后 龟一醒来后发现 桌子上多了一个葡萄蛋糕 忍不住拿着放在嘴里一块 眼神发光地看着林月 真的好好好吃啊 不一会 林月看着吃剩下的盘子说道 这花拢月对你真好 每天出门都会给你留吃的 也不知道顾军朝调查得怎么样 她都已经五天没回来了 要不然去找找 但扭头后发现 吃饱的龟一已经睡着了 龟一此时想到 如今这剧情那么乱 顾军朝嘎了也不一定 但睡着的龟一 做了个非常真实的梦 梦里顾军朝被吊在了半空中 仔细看了看 她的腹部居然有一个大哭 这画面让龟一猛然惊醒 顾军朝嘎了 她轮回了上百世 每次都想得到男人的青睐 但是每一世 都会获得到不好的结果 这一世她彻底摆烂了 不想再追求她了 可做梦的时候 发现她被人给吊在半空中 而且肚子还被人挖了个扑路 这画面让龟一猛然惊醒 睁开眼后发现 师姐林月正在叫自己 嘴里还说着 她熟悉不能再熟悉的话 咱们该下山除岁了 一文言叹了口气 这怎么又到这里停 但这时 一旁的林月突然说道 想回去呢 这让龟一猛然一惊 然后林月接着说道 想回到那个 就算不走剧情 也用轮回的时间线 这个声音明显不是林月 好像来自于虚空 很遥远 但又好像是近在咫尺 声音接着传来 想要回去 那就至少要保证 书中的两位主角 不要无故身亡 你只有一次警 请你好好珍惜 听到这 龟一好像是失重了一般 猛地往下方降去 再醒来后 发现自己现在身处 在太清门的驿站 然后看向外面的夜色 离顾军朝遇害的时间 还有两个时辰 于是也就不再耽误 只见他双手截了个水印 一阵的肚子 只感受到了一阵风 从他们面前吹过 而另一边 顾军朝满身是伤 被扁在柱子上 而对方却是一个 金丹七的修饰 顾军朝粉饰不紧 杀他一个练棋入门的人 需要请大名鼎鼎杀手 而对方他们有过一面之缘 此人正是杀手界的头 龙叔 只见他说道 要不是受人之托 我又何必等到现在才杀你 龙叔稍有兴趣地 他就是龟仪 虽然很想活下去 但还是不想把龟仪牵扯进来 于是说道 我不打算和你赌 可龙叔还想再坚持一些 你确定不赌吗 只要他来了我就放过你 但如果他不来 我就杀了你 龙叔的目光 看向了旁边的红珊瑚 把你杀了以后 挂在这美丽的红珊瑚之上 你感觉可还行 但顾军朝却说道 要杀就杀 何必那么多废物 龙叔有点意外 没想到还真有人不怕死 既然如此 那就别后果 一把宝剑出现在了 顾军朝的眼前 宝剑随着龙叔的动作 朝着顾军朝刺了过去 顾军朝也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把扇子出现 挡住了龙叔的进攻 两人都震惊地 看着这个熟悉的扇子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个扇子的主人是谁 只见 龟仪慢慢地从高峰下落 伸手一吸 将刚刚抛出去的碎云扇 吸到手中 然后对着对面的龙叔 大声呵斥的 想动我太清门弟子 可有想过 是否能承担得起 太清门的怒火 去救一个 现在最讨厌的人 是什么感觉 龟仪就感觉 现在像撤苍蝇一样难受 关键是这个人 还不得不救 因为只要男主陨落 那他可能生生世世 都要在这个剧情里轮回 在两人震惊的目光下 龟仪从高峰缓缓下落 然后看了眼顾军朝 还好你没挂 不然就麻烦了 而顾军朝看到龟仪后 对着龟仪大喊道 你来这里干什么 语气里满满责怪之意 龟仪瞥了眼顾军朝 你这个老六 还真以为我想过来救你 要不是因为剧情 你挂了管我什么事 一旁的龙叔 收回了手中的剑 小子 你赌赢了 为一文言眉头一皱 什么叫他赌赢了 龙叔重复了刚才的赌约 只要你来救他 我就放他 这时 顾军朝的绳子 瞬间消失不见 可龟仪毕竟 轮回了那么多事 直接拆穿了龙叔的魂 说瞎话也要说点真的 他是不会和你赌 而且 你从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猎人 这点规矩 我还是知道的 但这时 顾军朝在后方看到 龟仪手背在后面 偷偷画正常 他什么时候会正常 龙叔一脸欣慰地看着龟仪 无愧是本座欣赏的人 确实聪明 顾军朝眼看要打起来 就想要站起来帮忙 但龟仪看他伤成这个样子 你往后哨哨 别来给我添乱 龟仪此时气息瞬间改变 搜的一声往龙叔攻去 龙叔立马实践敌 但因为龟仪的速度太快 他刺了个技末 在他没反应过来时 龟仪的下一轮进攻又开始 龙叔也很震惊 没想到之前懒洋洋的小妹妹那么烈 龟仪也知道等级的差距 这样下去最后输的人肯定是他 于是迅速往后撤 与龙叔拉开了些距离 这时 龙叔发现身边的灵力暴动 都往龟仪方向跑去 只见龟仪双手接应 以碎云扇为阵影 十八笔云剑出现在了龙叔身旁 龙叔看着眼前的布景 原来他没打算和他这儿扒惊的 而是想着布阵 这个小妹妹越来越有意思 此时的龟仪双手合并 一个青色大阵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龙叔看着眼前的大阵 充满着危险的魏力 这么复杂的阵法 连他这个擅长阵法的人都没见过 龙叔满脸震惊地看着龟仪 这个女孩果然不简单 施展完阵法的龟仪也有点脱力 一把拉着满身伤的顾军朝 我们快走 然后伸手将疗伤 要全都塞进顾军朝的嘴里 龙叔看着踏上零剑的二人 略带疑护地问道 不打吗 毕竟现在可是出手的好时机 但龟仪头也不回地说道 不懂 但就在龟仪劫引短三遇见飞行的时候 后面的顾军朝 直接从飞剑上跳了下去 龟仪看着跳下去的顾军朝 不懂 这个男主是真的烦 自己花了老大时间来救他 眼看马上就要逃走 可他却想要反杀 龟仪咬牙切齿地看着顾军朝 自己前世的眼睛到底是多瞎 才会喜欢上这个老六 而且他的等级很低 那个阵法根本碰不住龙叔多久 但是真的不想再重新轮回了 龟仪只能去帮顾军朝 可就在这时 一个储物袋出现在龟仪面前 耳边响起熟悉的声音 你先吃点东西 剩下的交给我 龟仪打开后发现 里面是他最喜欢的葡萄小蛋糕 来人正是花拢月 花拢月的出现让龟仪眼神都亮了 龙叔看着眼前的两个 未未 梦道尉 你这样不好吧 你让两个新人打我 自己躲在后面吃东西 这样合适吗 可龟仪嘴里塞满了蛋糕 说话都有点说不清楚 你嗖吗 龙叔看着龟仪的样子 整个人都不好 龟仪看着龙叔非要和他 打感觉有点好笑 做反派炮灰的奶能去 抢主角的风投 等会你被男女主角 混合双打就知道了 虽然龟仪一只手在吃蛋糕 另一只手可没闲着 不能抢风投 但打打下手还是可以 花拢月看着龙叔想找龟仪的 你是看不起我 还是看不起他 龙叔闻言 敷衍的回到当然没有 花拢月看着龙叔敷衍的样子 看来你还是喜欢我们家龟仪 但女主有女主的骄傲 不允许有人越过他 看向他保护的人 花拢月此时以最快的速度 冲向龙叔 一点不比刚刚龟仪的速度慢 但快到龙叔面前的时候 又一个翻身 露出了后方的顾军朝 就在顾军朝想要反击的时候 整个人又被人抓住了后领 然后整个人就飞了出去 狠狠地砸在了城墙之上 让他本来就重伤的身体 又吐了一口劳血 旁边的龟仪也被吓了一跳 这也太凶猛 花拢月此时将手中的长剑弧度挥舞 龙叔看着花拢月的动作是疑惑 他这是要干什么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刚才他流的血泉都被阵斧吸收 龙叔终于知道了他的动机 他是要用血迹活阵斧 龟仪和花拢月两人一口同声 就是现在 花拢月此时面前浮现一张琴 随着他的手指往琴弦上一波 龙叔瞬间吐出了一口喜 花拢月看到眼前的景象 脸上的笑容逐渐离谱起来 不好意思 我是英修 并且龟仪好像很了解我 后方的龟仪看着花拢月的表情 差点被蛋糕噎到 这女主怎么笑得那么像的粉 这男主人设歪了就算了 女主的人设也歪了吗 俗话说 听人劝吃饱饭 作为杀手头子的龙叔表示被女主PO 架也不打了 甚至还想把自己的皇帝父亲给嘎了 就在刚刚 在龟仪和花拢月的联手进攻下 终究不敌两人的进攻吐了口老喜 龙叔也没想到 自己堂堂一个金丹七的修士 竟然败给了两个只有助击七的修士 但如此优势的情况下 花拢月突然停了手 要不然咱们合作一下 龙叔也很猛逼 自己可是来杀故军朝的 如果就这么收手的话 那他杀手戒的头还怎么坐下去 花拢月文言 拖着下巴语气平淡地说道 这个好办 只要取走给你任务的那人性命 那就不会有差评 不是吗 远处的皈依都怀疑自己的二 这话怎么都不像是正派女主说出来的 这时 龟一脚下的故军朝好像听到了什么 手指微微地动了些 喂 我还可以抢救下的 龟一此时也注意到了故军朝 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这女主下手可真狠 龟一之前也学过一些衣术 一把将故军朝扶了起来 你怕是已经浑身粉碎性骨折了 还能有口气也真是奇迹 此时故军朝刚好清醒一点 龟一顺手将一把分不清是什么的灵药 全都塞进了故军朝嘴里 龟一看故军朝暂时挂不了 就彻底放心了 我先去看看阿月 此时的龙叔和花龙月 还在谈刚刚合作的话题 花龙月是想让龙叔 去把自己的故主给答了 龟一看两人还没谈好上前去添了把 听人劝 吃饱饭 但龙叔翻了眼龟一 你可知道谁让我来杀布军朝的 龟一语气平淡地回答 不就是龙家家主吗 龙渊帝国的国主修为极高 而且还是龙叔的父亲 不过人人称赞的太子龙叔 只因为他输了一场鄙视 就被亲生父亲拿来做晋升的肥样 龟一因为知道后面的结果 所以还是觉得龙叔 按照花龙月的想法去做好一点 此时后方的花龙月出生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但是我不建议你和整个太清门为敌 而且有龟一在 至少太清门暂时还能给你做靠山 龟一文言 眨了眨眼睛 是因为我吗 可花龙月千算万算 没算到龙叔不但是杀手界的头 还是天道院的天才大师兄 龟一此时慢慢靠近龙叔 声音轻轻说道 您是一盆虎 暗示一把刀 但龙叔听到这个话很是震惊 他是怎么知道他天道院大师兄身份的 他是整个大陆隐藏最深的杀手头子 明着是天道院的大弟子 但暗地里却是整个针锋大陆 闻风丧胆的杀手龙叔 这个身份他已经隐藏多年 就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知道 但如今他看向龟一的眼睛 眼神里就是在告诉他 你的身份 我很清楚 龟一知道光这么说 他可能不太信 随即从储物空间拿出一张符转合 笔在自己身旁 葛大门派都有自己的主修法术 派清门事件修 而天道院正是术法福转正组 龙叔看着龟一拿出的东西 就已经确定已然知道他的身份 如果被他的父亲和师父知道的话 那他将会成为师门的败类 龙元皇国的耻辱 现在放在他面前唯一一条路 就是答应花拢月的想法 既然想好 那就不再犹豫 花拢月看着龙叔答应自己的想法 非常的高兴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你可不能反悔 随后抱着旁边的龟一 小声地说道 你刚才是不是做了什么 不然龙叔可不会那么快答应 可龟一今天的运动量已经超标了 加上事情已经办完 已经非常困了 随即小脑袋一弯 呼呼大睡着 花拢月看着睡着的龟一 不有感叛到 这孩子睡眠质量可真好 但是看到龟一睡着的样子 真是越看越喜欢 真不想让这小家伙受到什么伤害 一定要好好保护他才行 随后又看向龙叔 还请龙叔大人帮我把那个伤者 送回太清门一战 龙叔听到这话 我是欠你的吗 我才不要 但花拢月表示人是你打 场子肯定要你来清 龙叔看着重伤的顾军朝 这还真是憋屈 虽然嘴上说着不行 但是身体还是很诚实的 就在龙叔想要将顾军朝扶起时 顾军朝猛地站起身 不需要你帮忙 他猛地起身将龙叔吓了一跳 这家伙居然还能动 龙叔看着这几人的背影 不由地握紧了拳头 真是可恶 所有都是我的不对事吧 可是又为自己以后的路泛起了难 让他去暗杀他父皇 他恐怕是做不出来 算了 但是暂时不要用了 一个时辰后 太清门的驿站门口 太清门的弟子看到杀手龙叔脸都被吓了 杀手龙叔的地位和长相 都是整个针锋大陆熟知的 有的人甚至还拿杀手龙叔去吓三岁孩童 花拢月看着众人的模样 不由地和众人解释起来 他现在没有威胁 让他进来吧 太清门的弟子虽然认识他怀中的龟翼 但并不认识他 所以还是有点担心 听到动静灵月也过来凑热闹 放眼望去才看到是他的龟翼回来了 灵月上前很是担忧地看着龟翼 我等了好几个时辰 你们都没事吧 顾军朝回答 我们没事 灵月这才发现满身是伤的顾军朝和杀手龙叔 灵月此时用出来 这辈子最大的声音呼喊救命 救命啊 我要被杀了 熟睡的龟翼听到灵月的求救声瞬间清醒 一把将抱住自己的花拢月推到一旁 闪现到灵月的前方 拿出碎云扇做出攻击姿态 面色凝重地看向前方 谁要杀你 谁能想到一个只有13岁的少女身上竟会散发出那么强的杀气 至于女孩已经轮回的上百事 当听到最疼爱自己的师姐呼喊救命时 立马从睡梦中惊醒 并问向灵月是谁要杀他 灵月当即表示是杀手龙叔 龟翼也没听清是谁要害他 直接将碎云扇往灵月手指的方向甩了过去 碎云扇当即化成七八柄飞剑往龙叔刺血 但当龟翼发现对方是龙叔时 瞬间将飞剑止住 这家伙可是个大人物 我可打不过他 随即将飞剑缩化成一把扇子 误会 都是误会 龟翼连忙表示态度 但灵月还有点不明白 这有啥误会的 但又看到龟翼往下滑 看来这个小妮子又睡着了 当即抱着龟翼和众人打了声招呼 我先送她回房间 你们也早点休息 可花龙月还在为刚刚惊人的杀气惊讶不已 这可是她来到这个世界第一次感觉离死亡那么近 就连大名鼎鼎的杀手龙叔也被镇住 这女孩恐怖的不像话 真的很难想象 一个13岁的少女身上竟会散发出上位者的气势和杀气 然后不由地轻笑起来 这个女孩比我还适合当杀手 大龙月听到龙叔的话吐了吐舌头 你在说什么屁话 我家龟翼那么可爱 而且她每天要睡10个时辰 哪有时间去做杀手 三天后 龟翼伸了身懒腰 好久没有睡得那么舒服 灵月发现龟翼醒了后 递给她一封信 并表示这是掌门的信 只有你才能打开 待龟翼打开后 信上赫然写着 你们别插手海安国的事了 你们该忙你们的就去忙你们的吧 既然掌门这么说了 这说明这件事不是他们这些小喽啰能参与的 当即和师姐说道 咱们可以去其他的地方玩了 但灵月还是想问一下下一站去哪 龟翼当即小脑袋刮一动 不然咱们就边走边玩 把这一年混过去算了 灵月看着龟翼的模样 你还真是懒得动脑子啊 可当发龙月听到龟翼一行人 就要离开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你们海安国的事情不处理了吗 灵月表示龟翼已经说了 接下来的事情他们处理不了 而且他来海安国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了 花龙月吃了口手里的饼干 这饼干真好吃 然后问向灵月 他来海安国的目的是什么 灵月愣愣地看着他 找人 可花龙月听到这紧张了起来 他要找谁 可听到灵月说就是来找他的时候 手里的饼干也掉了下来 随即整个人颤抖起来 他为什么要来找我 方外偏 好多宝子都在问玉和真人什么时候出来 玉和真人表示 坐着让他很晚才能出来 他也没有办法 但玉和还有话说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话 那就是 谁要敢抢他媳妇 他就跟谁玩意 少女本是现代时空的上班族 但有一天突然穿越到一个只有五岁的孩童身上 为了取得家人和师父的信任 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成熟和冷静 只想着猥琐发育不要乱 和这次 是他穿越到这个世界的第九个年头 他把自己隐藏得那么好 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要找他 此时 他立马冲向龟翼 硬生生将龟翼咬醒 你不远万里来到这就是为了找我 龟翼揉了揉眼睛 也没有打算说话 是的 就是为了找你 可花拢越很疑惑 他将自己隐藏得很好 不惹眼 不突出 龟翼为什么要找他 而且找到他以后还要离开是为什么 龟翼很认真的回到 当然是我的事情办完了呀 之前他来就是问下 怎么才能修改剧情 可现在已经得到了想要的消息 他已然知道 怎么才能维持这种悠闲的生活方式 至于其他的是不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 花拢越突然猛地压在了龟翼的上方 你们什么时候走 明天早上 听到龟翼的回答立马闪声 我先走 你先忙 留下满脸疑惑的龟翼 他这是想做什么 林月无嘴轻笑道 阿月估计是想和我们一起走吧 可龟翼感觉有点奇怪 他是问林宫的人 跟着我们干嘛 对了 他有龙叔呢 他走了吗 林月听到龙叔感觉有点奇怪 他说你要保护他的人生安全 你走到哪 他就跟到哪 他明明是金单七修为 怎么还要你保护他 也真是个怪人 龟翼听完就直接睡上了 算了他爱呆就让他呆着吧 一日 龟翼行人马上就要离开 龟翼此时正在和驿站弟子交代海安国的事情 就在众人打算启动云船时 后方传来熟悉的声音 等等我 先别走 只见花拢越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还好赶上了 可龟翼看着花拢越 你跟着我们不会打乱你自己的计划吗 花拢越摆了摆手 海安国的事情你不是已经帮忙处理了 至于其他的事情等有时间我再回来处理 不着急的 可在云船上刚好看到了龟翼 两人都很惊讶 闭口同声说道 你怎么也在这 后方的皈依看着半嘴的两人 看来这次旅途不会太无聊 龟翼此时还想着嘲讽一下花拢越 你赶过来的样子可真狼狈啊 但花拢越毕竟是21世纪穿过去的新兴人类 可不会吃哑巴亏 当即还嘴道 既然篱下之人真是多嘴 果然 龙叔被他给刺激到了 你在说什么 可此时后方的林月看到两人还要继续争吵小声说道 龟翼还在睡觉呢 你们少说一句 一处相后 龟翼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的云船居然会被打劫 一般抢劫的都是邪修 靠打劫抢夺别人的修为财富谋生 因为这云船是淮山尊者私人的云船 没有太清门的标志 当即 季青立马表示出自己是太清门的弟子 想劫船的话要考虑下后果 但邪修听到是太清门的弟子后更兴奋 上个月他们的同伙刚被太清门的人处理掉了 刚好没有地方撒气 此时的动静将龟翼也给吵醒了 花龙月看到龟翼醒了 立马闪身到龟翼前方 这些人我们就能解决 你别担心 可邪修看到龟翼后 立马认出了他就是这群人的头头 如果要是把他杀了的话 不知道太清门那些尊者会是什么表情 可这句话把原本淡定的花龙月 顾军朝还有龙叔三人彻底惹怒了 你在说什么 这个邪修有多大胆 竟然将龟翼作为首要目标 作为团宠的龟翼众人 当然是不想让他受到伤害了 当然口嗨也不行 当即花龙月 顾军朝和龙叔全都冲向发达指令的邪修 欲人一脚将他揍得是鼻青脸肿 几人吓得都是狠手 身经百战的邪修不由地吐出口老血 花龙月不会是龟翼粉 恶粉粉地盯着被打之人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这时邪修终于发现三人之中 有一个施杀手界的老大龙叔 可这些人毕竟是整天刀尖上舔血度日子 怕他干嘛 把他宰了我们就是老大 上去干了他 说吧 几人就往龙叔的方向冲去 后方的龟翼看到这不由地为他们几个感到悲哀 这反派的路不是走到头了吗 他们可是开挂的男女主和反派头子 此时 碎云善出来插了句子 你不动手 龟翼理所应当地回道 不动 太累 这确实符合龟翼的性格 但突然看到场中一个熟悉的手印 只见顾军朝正在施展着他之前使用过的手印 当阵法龙照住邪修时 碎云善也不淡定了 他竟然看一遍就学会了 龟翼没有很惊讶 毕竟他可是男主角 而且这个阵法就是前世他自创 他用这个指挥更合适 碎云善看着阵法中慌乱的邪修 不由地感觉熟悉 这个阵法有点眼熟 龟翼悠哉地说道 千枯鸟 碎云善有点不确定地问向龟翼 千枯山 雀灵鸟 这个阵法本是顾军朝夜闯千枯山后自创的法阵 越地千里 再无人能进他身 而且有巴龙岳的琴声相助 那顾军朝在法阵里可被称为神 想到这龟翼不由有点落寞 之前 他就是被两人的这个法阵打败 半个时辰后 林月拉着徐江将一脸阵惊进了屋 现在他还没反应过来 这几人竟然那么厉害 龟翼叹了口气 你想不到的事还多着呢 可这时 外面又吵了起来 巴龙岳不满地看着顾军朝 你是怎么会皈依的法阵的 顾军朝没回答他的问题 只是说道 我只是事实而已 却没想到这么顺势 难道这是淮山尊者交给他的 可皈依很老实地回答 不是师父教的 是他偷学的 而且表示这个法阵叫千枯鸟 以后你熟练了便可越迟千里 法阵之中 你就是王 而且他不会再使用这个法阵 说吧 将一叠欲减地给了顾军朝 这里是全部内容 你先试着学学 然后舒服地伸个懒腰 这下也算是物归远主 顾军朝很是复杂地看着手中之物 忍不住开口说道 你做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 皈依文言扭头紧紧地盯着他 不为什么 不要觉得我给了你什么就是在意你 只是不想让你死 所以 在我寿终正寝之前好好活着 顾军朝大声反驳道 你不想我死 还说你不在意我 这个男主真自恋 本想着将阵法送给他 让他提高实力 但是却误以为是对他有意思 你不想我死 还说你不在意我 这突然拔刀的声音将皈依搞得很意外 你吼那么大声干嘛 放眼望去顾军朝满脸倔强 又忽然贴近皈依 这下你打算怎么狡辩 你就是对我有意思 你为什么不说 我依此时像是一个气球泄了气一样 随你怎么想 你高兴就好 一旁的花拢月忍不住开口损起顾军朝 有人自作多情了吗 但听到花拢月的嘲讽后顾军朝拔剑就卡 花拢月也没想到顾军朝会狗急跳墙直接动手 随即将自己的宝剑抽出 大骂顾军朝 你觉得老六居然偷袭 给老娘死 徐江江看着两人在甲板上打了起来 生怕将云船戳出个洞 逛向窗外的龙叔 龙叔大人 你帮帮忙 可龙叔看笑话似的看着呼嗷的两人 这么有意思的节目怎么能停下来 说吧 往两人脚下扔了两块零食 打得不错 也赏你们的 这不纯粹的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花拢月和顾军朝哪能受得了这番羞辱 两人直接达成共识往龙叔的方向刺去 屋内的皈依听得外面兵器碰撞的声音 刚上来的困意 就被几人搞没了 反正睡不着 随即打开江山图 还是看看下一站去哪了 眼神刚好看到了离他们很近的合云舟 这里刚好是天道院的地盘 龙叔是天道院的弟子 那这样的话 岂不是就可以甩开龙叔这个脱油瓶 望着外面乱成一团的场景 越发感觉这个想法是对的 待龟仪将云船减速响得先下船看看时 一个飞手突然出来掐住了龟仪的脖子 此人正是刚才众人击退的金丹器邪修 本以为他已经逃了 谁知他竟藏在后舱 只见满脸猙獰的邪修对着龟仪说道 我杀不了那些人 还杀不了你们 可龟仪脸上没有一丝巨异 他伸手将邪修的脏爪子 从自己的脖子上拉开 邪修还想用力 但发现他好像用不上力气 不然 邪修感觉腹部一阵巨痛 低下头 就看到一只手已经伸进了他的丹田之中 刚才还满脸冷漠的龟仪此时微微一笑 我不动手 不代表我不会动手 而且我最擅长的就是 把别人的丹田和心境 一旁的邪修满脸惊恐地看着龟仪 这当真是名门正派的弟子 这怎么比我一个邪修还要狠毒 龟仪此时拿出手 怕认真的擦着手中的血迹 忍不住回想前世的画面 那些邪修也如同此人一样 满脸惊恐地祈求着自己 这种感觉还真是熟悉 什么 师姐竟然看到了女孩凶残的一面 就在刚刚 邪修从后方偷袭龟仪 但却让龟仪直接强行拆除隐藏能源 立马被迫强行吸火 就在邪修以为自己要凉凉的时候 龟仪却直接放了他 你走吧 我不杀人了 杀累了 留下邪修一脸鼓逼 这是天天拜佛佛祖显灵了 回去以后一定多供点香油钱 龟仪回到甲板后自行打了一盆水 后方林月突然闯进来 你是要洗手吗 林月伸手摸了摸水温 怎么是冷水 我给你换热水 龟仪看着师姐的背影 想说点什么但又不知道要说什么 林月端进一盆热水看着水面中的自己 我看云船慢下来了 咱们是要停船下去了吗 龟仪一直愣愣地看着林月 你都看到了吧 林月闻言吓了一跳 手中的热水瞬间打翻 把自己的手烫得通红一片 龟仪看着这连忙跑过来查看情况 你没事吧 林月看着满脸温顺的龟仪突然不知道说什么 因为他刚刚确实看到了 他的视线一直都在龟仪身上 龟仪出屋的时候他就立马看到 所以他紧跟着龟仪来到了后仓 看到了龟仪被邪羞抓到时他很着急 但在他想呼救的时候 看到了他一辈子难忘的一幕 一看出林月的影 平淡的声音从他嘴中说出 你害怕吗 可林月听到这话一把拉住龟仪的小手 我不怕的 你要是不这么做就会受到伤害 但是 以后你要是弱势有想杀的人 让我来 龟仪听到这忍不住脸上扬起了笑容 伸手摸了摸林月的小脑袋 你可真是个傻姑娘 一直都是 因为轮回了百事 只有师姐林月对待自己的态度没有改变过 林月虽然不知道龟仪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还是说道你先去睡吧 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 听到这的龟仪忍不住用头蹭了蹭林月的小脸 师姐真是太好了 另一边 邪羞现在身受重伤 暂时还没离开云船 但这时关注的舱门突然打开了 这让邪羞一惊 还以为是龟仪反悔了 但没想到来人是林月 他扔了一瓶疗伤丹药给到邪羞 记住了 饶你一命的人是孟龟仪 在别人没有发现你之前离开吧 以后最好不要出现在龟仪面前 记住了吗 邪羞也感觉这地方不能呆了 一条船上的人都太可怕了 一个都打不过 随即一个闪身就逃离了后舱 两个时辰后 众人终于到达了何云州 花龙月一脸不愤地说道 龙叔这个老六 不吭一声就跑了 他不会又想来的偷袭吧 可归一文言满脸笑意 果然如他所料 到了这里 就可以甩掉一个脱油瓶 这里虽然是一个附属国 但是修士可是来来往往 一路上还能碰到不少熟人 叫住了龟一一群人 龟一扭头望去 一男子正在和他打着招呼 此人正是龟一的二师兄 庸苍 新处本要来了 就在当刚 龟一看到了自己的二师兄 原来 他此次出关的目的 就是受师傅指令寻找龟一一行人 之前还想着碰碰运气 来到龙元帝国 没想到真的让他碰到了 林月有点好奇 淮山尊者之前让他们出来历练 这次为什么又要来寻他们 此时 二师兄才说出他此行的目的 原来是春山秘境 马上就要开启了 让五大仙们的弟子进去历练的 可这个毕竟是十年才开启一次 上次开启是五年前 龟一听到这就知道 肯定是因为五大仙们的掌门 和龙元国主商量的 因为 里面有一只宝 名为春山画笔 如同神笔马良的笔 画什么出什么 这画笔能使用之人 很可能是龙叔 连龟一都不有感叹 这龙元国主打了一手好算盘 虎一旁的花拢月 听完龟一的介绍后 一脸兴奋地看向龟一 你要加油 这画笔肯定是你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而二师兄笑着摆了摆手 阿月你就别难为我家师妹了 他不会画画的 说完还从储物带 拿出龟一之前的作品 展开作品后 上面弯弯扭扭的线条 让众人一愣 就连龟一也没想到 二师兄竟然还随身带着这些东西 哇 好丢人 花拢月忍不住说道 我还以为这法阵的符文就长这样呢 这个线条好像一个猪尾巴 哈哈 一旁的二师兄听到花拢月的话后 忍不住看向龟一 我把这个拿出来 小师妹不会生气吧 你个大直男 你说人家会不会生气 但龟一此时拒绝和任何人沟通 直接靠着灵月睡着了 大脑强行关闭 二师兄看到睡着的龟一 还是有点不习惯 虽然听说师妹和之前 认真修炼的时候不一样 但是亲眼看到 还是忍不住叹了口气 这时又看向 他应龟一画像的花拢月 这次希望都能有个好的收获 不过阿月恐怕没办法 进入春山秘境了 花拢月听到了庸苍的疑惑 啊 我可以进去啊 这时庸苍发现了 花拢月腰间的竹笛 你是问灵宫的弟子 花拢月看着二师兄 惊讶的模样 笑着解释道 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们营修防御力低 出门伪装一下 不是很正常吗 万一被人盯上了怎么办 二师兄闻言 说得有道理啊 那你师父是谁啊 但听到花拢月说到 他的师父是浅入真人的时候 众人彻底绷不住了 灵月更是大声说道 你的师父竟然是 男鹰仙子的师子 听说他就两个徒弟 你竟然那么牛掰 庸苍更是直接行个碗贝里 按辈分他应该叫他师姑 花拢月直接摆了白手 低调低调 叫我阿月就好 毕竟要都是叫他师姑 他也尴尬 一日 季青背着睡着的龟一 来到了春山逆境门口 二师兄也有点担心 这都是随即传送的 万一小师妹 传送进水里怎么办 可就在季青 还想说点什么的时候 忽然一阵山摇地动 这让季青有点没站住 龟一却从他背上划了下去 屁股着地的痛觉 终于让龟一清醒过来 女孩轮回了上百事 美一世都会落个不好的下场 但美一世自己的师姐 对她的感情从来没有变过 而现在离师姐 前世死亡的时间还有两年 就在刚刚 众人到了春山逆境 突然一个地震山摇 让龟一摔了个屁股蹲 醒来后的龟一 迷迷糊糊地看着眼前 升起的巨型石门 哇 这门可真大 林月看着龟一醒来后 一脸宠溺地看着龟一 要不要再睡一会 龟一正有此意 不常地寄星看着两人 这才睡醒又要睡了 而二师兄却一把提起龟一 对着林月说道 我知道你宠龟一 但也不是你这样宠的 你总不能宠他一辈子 但林月很是不服 这让他不由地想起 之前龟一在太清门受到的待遇 明明是你们宠得更厉害好 此时龟一也睁开了双眼 是啊 前世的林月确实没有护他一辈子 因为之前的他死在了18岁的年纪 现在他已经16岁 还有两年的时间 想到这上前一把抓住林月的手 直愣愣地看着林月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 林月感受到了龟一的紧张 误以为龟一怕他二师兄 必把江龟一护在身后 还没发生的是说出来干嘛 再说我也不是最宠他的 还有花拢月呢 说起花拢月 那重启龟一来才叫一个无法无天呢 这时花拢月他刚好往龟一这里走 只见他从储物袋拿出一个手镯 带到龟一手上 这个你当秘境也不要摘下来知道了吗 龟一有点疑惑地看着手上的手镯 花拢月解释道 戴上这个我就能知道你的位置 省得找不到你 其实传送的地方和距离的远近是有关系 鸿门派传送的更近一点 想到这 他不由地往林月身边挪了挪 一定要好好保护尸体 但回头望去 布君朝站在了自己身后 虽然龟一彻底无欲诛 这家伙什么时候凑过来的 就在他想离他远一点时 又被布君朝扯了一下 然后众人就感觉天旋地转 白光一闪 龟一刚好被挂在一个树枝上 往下一看 卧槽好高 这真是一个糟糕的开局 不过这里睡觉应该不错 除了肚子有点难受 但是清静了 等到布君朝胆来往下看时 龟一就像是一条咸鱼一样挂在树枝上 这还真符合龟一的人设 不愧是你啊 随即想也没想 直接一跃而下 龟一感受到了树枝的晃动 一抬头就看到了布君朝 喂 这个男人怎么甩都甩不掉啊 这群人一个比一个有心眼子 为了尽快找到女孩纷纷上才艺 花拢月送出定位手镯 而顾君朝这个老六 却将花拢月的手镯绑上了个金线 连龟一都不由得竖个大拇指 还是你们会玩 龟一呆呆地看着布君朝 哎 你能不能离我远一点 可布君朝不同意 拉了一下手中的金线 休想离开我的视线 龟一这下生气了呀 你快点把我松开 不松的话我可就自己动手 说吧 右手未刀 瞬间将手上的金线砍断 就在布君朝想上前再给他系上的时候 龟一一个后脚蹬 白白的拧奶 这突如急来的动作让布君朝有点措手不及 伸手就想把龟一拉回来 但还是晚了一步 龟一迅速下落到下方树棺上 然后看了下满脸错愕的布君朝 又把花拢月的手拓当着布君朝的面摘下 放到了一旁的树枝上 随即和布君朝打了个招 再见 后方的布君朝满脸猛逼地看着跳跃的龟一 不由得发出疑问 我真的那么令人讨厌吗 另一边 花拢月迅速穿梭在树丛之间 因为他感受到自己的手拓一直不动 怕龟一别有什么意外 但到定位后又看到他最讨厌的布君朝手里 正拿着送给龟一的手拓 差点破口大骂布君朝 我给龟一的手拓怎么在你手上 布君朝随意地往花拢月方向一丢 我刚看师姐放到这里 我就把他拿下来了 花拢月接到手拓不由的冷哼一声 看来是让这个小子先遇到龟一了 看来龟一刚走不远 说不定还能追上 想到这一个转身就往远处跑去 而布君朝非常的不甘心 虽然不喜欢花拢月 但是他的鬼点子确实多 不如跟着他说不定还能找到龟一师姐 另一边 龟一此时看着秘境中的风景 这里的灵气确实要比真风大陆的灵气要好得多 应该有不少高等灵兽 真的不知道这些灵兽谁的毛最舒服 弄成小辈子一定会很舒服 但就在龟一还在思考今天小辈子用什么灵兽皮毛时 旁边传来的声音 师姐咱们要按照师父说的做吗 另一个声音传出 不急再等等 可这个熟悉的声音让龟一想到了大陆第一美人 南雪仙子 他本是集万众光芒的天才少女 却因为自己师父的私心导致自己成了与整个针锋大陆为敌的大陆 同为反派的龟一对待 他还是有一丝同情之心 上一世的他非常的单纯 单纯的听从师父 单纯的喜欢顾君朝 然而从他的师父死在了花楼内的手上后 他就彻底非话 如今又碰到南雪仙子 龟一还是有些意外的 虽然不想知道他们宗门内的措施 但碰到了还是要跟他招呼 可南雪看到龟一很是高兴 不如我们结伴形成好 可其他人听到他的话皆是一愣 他们不是要去秘害花楼院的 如今叫上龟一是什么意思 后面两个大聪明不由的想到 一定是因为龟一和花楼院的关系 可以利用他来威胁花楼院 龟一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求 但还是点头印象 就在南雪仙子心省着眼前美丽的景色时 龟一突然拿出一块蛋糕 你要吃吗 南雪仙子虽然有点意外 为什么要给他蛋糕 因为这些对于修士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他还是接了想 龟一看出他的意思 于是解释道 这些都是灵草和灵兽蛋糕 不会有损与修炼的 放心吃吧 南雪看着热情的龟一 如果不吃的话 那就真的不礼貌 于是他就轻轻拧了一小口 但就这一小口 让他眼前一亮 他白皙得像是雪一样的眼神 忽然出现了一丝红韵 龟一看着他狼吞苦润的模样 富有感到好笑 我还有 你别急 南雪仙子接过厨一带 非常好奇地询问他 你和施姨的关系很好吗 可龟一懒洋洋地拖着下 关系也就那样的 毕竟被他俩杀了那么多次 虽然这一世 不知道花拢月这个女主 为什么一直缠着他这个 南雪先是将厨物带的蛋糕 装进自己的厨物戒指 才和龟一接着了解 其实我挺羡慕他的 龟一可是轮回那么多事 当然知道南雪心里想了什么 因为他身边真的没有什么同意 天才少女的身份在他的身上 就如同一个包袱 想到这龟一不由发生 我倒是觉得你这样也不错 只是少了点什么 南雪很是好奇 是什么 其实这是他第一次 和别人说那么多 之前不知道花拢月 为什么喜欢龟一 如今他算是知道 他的身上有一种细名的内容 龟一拍了拍南雪的肩膀 你要做回你自己 不能事实都听你师父的 可就在南雪思考龟一话时 突然身子一伸 只见龟一整个人 都靠在了南雪身上 看着龟一睡着的样子 南雪有点措手不及 这就睡着了 女排身上有股特殊魅力 一个接一个的天才少女 接连被他们陪现 就连大陆第一天才美女 也被她的魅力征服 南雪看着在自己身上 熟睡的龟一不由地 摸了摸她的脉 但后方的其他弟子 看到这愤慨起 大世界可是天仙一般的人 南雪看到有人 想把龟一拉开立命制止 又从橱袋拿出毯子 龟一盖了 睡着的龟一 感受到身上的毯子 不由的舒服的蹭 但这个动作 却让一旁的弟子 不争烧 这时他好像做了什么美梦 非非笑了起 这让一旁的南雪 对龟一更兴趣 这么可爱的女孩 真想抱回家自己养 十个时辰后 龟一终于睡醒 看着身上的毯子 不由的有点好奇 一旁的南雪温和的声音 在龟一耳膛响起 醒啊 龟一这才发现 自己在南雪仙子身上 睡了那么久 这让她尴尬地摸了摸脸 不好意思 我碰一来得有点突然 南雪则是笑着 整理自己褶皱的衣服 没事的 我已经让师妹他们先感觉了 龟一四下望去 确实没有发现 这时南雪 突然问起龟一早上的话 什么意思 下意识地去捏了捏龟一的小脸 南雪重复了一遍 早上龟一的话 要学会自己思考 龟一有点诧异 没想到这个问题 她居然思考了一天 想到这毫不客气地说的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问问自己想不想做 要不要做 要是你一直听别人的 那你长得脑子做什么 这个话虽然有点重 但确实是对南雪好 因为之前 她一直听她师父的说 待她师父死之后 她就完全飞话了 一心只想覆着 而南雪听完龟一的话后 很是震惊 你居然说我没有脑子 龟一捧个小脸说道 对你就是没脑子 南雪感觉自己被冒伞 从小到大 还没有人这样说过 可龟一看着 南雪期的表情都变了 不由地扑刺一笑 我觉得你现在挺好的 至少会思考我说的话 不再醒悟 不形于色 说吧站起身来 反正你记住我说的话 做事之前 一定要先思考思考 要不要这么做 随即一个闪身 往远处跑去 另一边 三人还在到处寻找龟一 龟一看着三人的模样 不由地打得好笑 然后闪身从树上跳下 但三人听到动静后 想立马上前抱住龟一 顾军朝这个老六 居然跑在了最前面 龟一当然不想让顾军朝放 立马转身调整方向 落在了地上 龟一此时很无奈 你们不去好好寻找 一直在找我干嘛 林月立马上前解释 还不是怕你睡着了 这里那么危险 龟一打了个哈欠 其实也不是一定要睡那么久 这时 龟一突然发现 后方多了一股气息 女孩的魅力有多大 只因自己想要一个 软乎乎的皮毛做毯子 众人纷纷就去拼命 击杀实力强大的白熊 就在刚刚 众人发现了一股强大的气息 花龙月立马转身 将龟一和林月护在身后 只见几人的后方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白熊 龟一看到白熊时 脑中立马闪现出他的信息 白物熊六品 中等灵兽力大无穷 龟一下意识地说道 好漂亮的毛啊 做毯子一定很舒服 就在龟一还想着 怎么诱惑这个白熊时 看见了布君朝和花龙月 纷纷拔出自己的兵器 往白熊冲去 林月看到两人上前于是 也要上去帮忙 毕竟这是龟一想要的东西 自己的师妹 当然要自己处罢 可龟一看着三人的行动 脑袋上冒出个大大的问号 这白熊可是金丹七的战斗力 你们这样上去不是找死吗 转头又想到两人可是主角 谁挂了他俩都不可能挂 但这时 后方突然搜的一声 只见花龙月 从他的身旁飞速闪过 龟一立马上前一抓 这才将花龙月的身形稳定住 就在龟一还想上前询问情况时 后方又一个身影飞了过来 这次龟一没有抓住 顾军朝硬生生滚了十几圈才停下来 两人都成这样 那战斗力最低的林月 肯定是抵挡不住白熊的 龟一看到师姐失利的样子 就要上前帮忙 狗东西竟然敢欺负我师姐 一个闪身 龟一就将林月从白熊的拒整救下 林月看着他刚刚站的位置被拍得深坑 这要是拍到自己身上 那岂不成了肉鸣 白熊看着自己的猎物 跑掉了很失分 龟一看他发怒立马招呼众人 赶紧跑 说完这 拉着林月头也不回的就往前跑 可是跑了几步后 龟一发现两个主角没有跟过来 林月这才发现 他们根本没 虽然龟一忍不住翻个白眼 这些主角怎么都那么麻烦 打不过就跑吗 非要死磕干啥 此时的白熊还在发狂 便看他的爪子就要拍到顾军朝 龟一不能不管服务 立马冲了上去 他在高峰的同时 还忍不住骂这头白熊 你这畜生 居然都知道仙杀能力差了 然后将自己的碎晕扇丢了过去 就把一旁的顾军炒搞得 很是尴尬 什么仙杀能力差了 但这时 白熊巨大的身体空的一生 就往地上抖去 13岁少女单挑大白熊 并且击杀后身上没有任何伤痕 只因他想用大熊的皮毛做坎子用 就在刚刚 女孩看着眼前的大熊 明知打不过轿跑 可他的队友 却傻傻地留在原地里逃走 为了保护队 女孩只能选择重回战场 而他手中的碎晕扇气灵浮现 告知龟仪只有木属性的剑才能对抗 龟仪立马施法 让困龙暂时困住白熊 可龟仪修为有限 困不住他太久 这时碎晕扇的声音 又传到龟仪耳朵里 你修为不够用天术的 不然会受到讽视的 用无垢剑 龟仪立马照做拿出无垢剑 随即一个闪身 就往被困住的白熊斩去 可龟仪看到被砍后纹丝不动的树枝 内心破了个大风 这树枝是你的春树剑化成的 你是想把剑砍断了 然后把我给拔了吗 随即又接着说道 你现在把春树剑收回来了 龟仪还是不相信这一剑能把白熊杀了 但现在如果不收 也没办法杀死白熊 只能听碎晕扇的暂时将春树剑收回 可收回后龟仪看到的是一个一动不动的白熊 碎晕扇这才嘚瑟解释到 这就是春树的攻击 这叫润物细无声 是最温和的攻击 不会留下恐怖的伤口 但是这白乌熊的内部已经被切碎了 龟仪文言有点无语 内脏都切碎了这海温乎 随着白熊的倒去 龟仪才扭头往回走 看着受伤的两人不由的语气重 不是让你们跑吗 你们在做什么 就算皮毛再好 也要保住性命 顾君朝用剑支撑起身子 嘴角还有一丝血迹 可是你在我身后 花拢月也解释道 若是我们逃了 那白熊去追你和林月怎么办 龟仪听到两人的解释 整个人都傻了 轮回几百事 还是第一次有人为了自己这本评语 而且起因也只是他想要这白熊的皮靡 随即摸了摸脑袋 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知道了 可我还是想要说一遍 无论什么事情都需要量力而行 要是你们的命没了 那么就什么都没有了 前世的龟仪可没有为其他人这般听过性命 想到这龟仪整个人往下抖去 用脑超标CPU过热 花拢月立马上前扶住了龟仪 这孩子刚还在说话 这怎么导得那么突然 龟仪的心境 他愣愣地看着浮在眼前的十八点间 这时碎云扇开始讲述他的能力 他的扇骨本已断了 是他前任主人帮他重塑扇身 这才将十八柄剑藏在扇身之中 龟仪划了划眼前的零剑 留下刚才使用的三把剑在自己面前 忍不住吐槽到你前主人还挺闲啊 一柄剑一个名字 他记得过来吗 碎云扇文言极了 不许你无礼 我前任主人你知道是谁吗 他可是百岁就能飞生的剑修创始 凤其真人 龟仪听到这一点都不好奇 甚至还想打个哈几 龟仪吐槽那是你祖宗你打什么哈欠 我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 无论是修炼非生还是天才地宝都可以给你实现 可女孩面对着天大的诱惑 没有丝毫动 甚至还想着先睡一觉再说 就在刚刚 龟仪还在心境和碎云扇聊天 可突然耳朵的银银震动发烫 再睁开眼时 你然离开了心境 喂 这是什么情况 我问题还没问完呢 说完又要施法想进心境 但此时却发现他进不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 而花拢月看龟仪醒了 就要将刚刚白熊的皮毛交过龟仪 随后又告诉龟仪这白熊的灵盒可以练单十 然而龟仪的心思不在眼前的皮毛和灵盒上 他在乎的是他的心境为什么进不去了 后方花拢月看顾君朝站起来 不由的调侃道 看来你是好人呀 下次不行就我和少少 但我发挥 顾君朝立马反驳 你不是也进不了白熊的身 然后两个人就对自己 龟仪摸了摸自己的银铃 是不是和这个东西有关呢 全然没有关心后面打起来的两人 打起了两人说道 下次碰到这种事就干净品 还是小命要紧了 然后看了眼打满马赛克的白熊 此地不宜久留 先找一个地方疗伤吧 一个时辰后 花拢月拉着灵月出去寻找赤金灵盒 不过花拢月还是有点担心 把他们两个放在这是不是不好 但灵月却一脸自信地说道 你要相信我师妹 随着两人的离开 山洞里只剩下疗伤的顾君朝和睡着的龟仪 龟仪表面看似在睡觉 但是她的神识已经被拉到了心境之内 龟仪惊奇地看着心境内突然出现了莲花 然后又发现了在莲花中的男子 龟仪盯着眼前的男子看了 随即就躺下了 这把男子和碎云扇搞得都很误 他刚刚是不是无视本尊了 碎云扇在一旁解释道 他平常就这样 你要习惯 这时男子脸上雾出一个温和的笑容 你唤醒了本尊 本尊可以实现你三个愿望 无论是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帮你实现 龟仪文言也盯一致 甚至还翻个身 浙江一旁的男子搞得很势干 是我给的条件不过诱人吗 碎云扇直接解释道 这孩子对修炼晋升什么都没兴趣 龟仪这时突然起身 直愣愣地看着男子 你能让我死后不入轮回吗 13岁女孩最大的心愿 居然是死后不入轮回 就连活了万年的老怪物都没有想 年纪轻轻怎么会如此想通 难道踏入仙途受外人敬仰不好吗 可女孩文言根本没有搭理 此时的她只想后面这个老怪物 不要再说话 她只想安静地睡一门 但男子眼见那么大的诱惑 根本满足不了龟仪 只能尴尬一笑 其实本尊想找你帮个忙 龟仪眼都没睁 不吧 本身她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每天要睡十个时辰 而且还要保护男女主 不会意外怪 哪有时间去忙其他的 可男子并没有放弃 你一直在轮回这件事 本尊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是并非帮不上忙 龟仪文言翻了个白眼 别以为我不认识 我是反派大炮灰 但你可是反派大boss的存在 龟仪只是毫无兴致地回了去 哦 是吗 你自己都只剩下一个魂了 能帮到他才怪 凤琪看到龟仪终于有反应 自以为自己这张帅气的脸 把眼前十三岁的小女孩移住了 毕竟他几万年前 也是针锋大陆第一美男子 可龟仪的心思 完全没有在他身上 碎云扇已经和他起约 为什么前主人会出现在他心境里 不然龟仪想到了刚刚发烫的云林 就是因为云林的想动他的心境 才会出现这么个老怪 想到这里 直接消失在心境里 还在自恋的凤琪 看着消失的龟仪 整个人都凌乱 这孩子真的一点礼貌都不懂 出了心境后的龟仪一把 抓住云林 可之前硬戳的伤 已经愈合了 很难取下来 但龟仪可是狠起来 连自己都可以自爆 根本不怕的好吗 直接一个用力 将云林扯下来 就走你 然后看了看清境的心境 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这就对了 心境内的碎云扇 看着打下哈欠的龟仪 这前主人可真惨 但毕竟是前主人 还是要帮他说点好话 那银铃可是个非常强的伐气 上面的护身符咒 可以挡下大乘七的全力一击 可龟仪听到这不乐意了 什么大乘七一击 这种话在小说中可都是伏笔 真的太不激烈了 然后直接将碎云扇引扔出去 你也给我走 碎云扇落地的声音 引起了故军朝的注意 一把将碎云扇拿在手上 师姐这是怎么了 可走到龟仪旁边 看到睡着的龟仪 算了 他能有什么事 当即将碎云扇放到龟仪旁边 但突然又被龟仪的耳朵伤口吸引住 忍不住将手伸上去摸了摸上面的血迹 这是怎么了 喂喂喂 这个家伙怎么逮住机会就上场 龟仪表示 我可是反派爆灰啊 你这是搞乱关系了吧 但顾军朝一点干大的意思都没 甚至还忘记了刚刚脱摸龟仪耳朵的事情 若无其事地说到这花龙月和灵月怎么还没走 龟仪却不为所动 花龙月可是女主角 那可是浑身有幸运buff加持的 另一边 灵月看着平静的回面 这花龙月下去了一个时阵怎么还没上 但这时花龙月飞身出水 手里还拿着都是眼睛的莲藕 估计这就是万年赤金莲藕 果然是有buff加成的女 看到落地的花龙月 灵月终于放下行 可花龙月一把拉住灵月的手 快跑 灵月不明所以 拿到万年赤金莲藕还跑上 可这时 后方水面猛的出现一条长寿 这把灵月整个人都吓梦 这个长寿还不是一般的长寿 竟然是一个十二品阶的超品独兽 灵月望着他整个人都不好 就连跑路的能力都丧失了 此时正在远方集结的太清门众人 忽然听到长寿的嘶叫声 二师兄问向大师兄 要不要过去凑凑热闹 大师兄正在纳门龟仪跑哪去了 这有热闹的话 龟仪说不定也在 当即太清门众人 纷纷往长寿叫声回去 另一边 龟仪此时满脸纳闷地被花龙月提着 手里还拿着刚刚自己扔出去的银银 望着下方的长寿 这花龙月是怎么做到出门 就碰到赤金连耳 又激怒了超级长寿 还在逃命的途中 碰到他扔出去的银银银 果然还是小看了女主身上的幸运霸佛 顾军朝看被追杀的重点 立马化成肉堆 去吸引金色长寿的注意力 花龙月也感觉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而且他手上还有两个人 但这时刚好看到和长寿周旋的顾军朝 既然跑不掉 那就跟他干 想到这 把下晕的灵月地银归移 归移 麻烦你照顾一下灵月 然后整个人往长寿的方向回去 归移在后方 看着你金色长寿大战的脸 你们修为那么低能打得过他吗 这年头 主角都那么喜欢找死吗 什么原因让女孩 往怪物嘴里冲去 不是因为他找死 而是因为这个蛇蕉实力太有强 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只能出此下策度过眼前的险境 下方顾军朝连忙施展手 无数绳索拔地而起 瞬间换住了蛇蕉 但顾军朝可撑不了多久 只能把希望完全放在花龙月身上 但这时 一旁正在给灵月疗伤的龟仪女头看不下天空 正是太清门众弟子赶得过来 轩一一眼地就看到 正在和蛇蕉纠缠的顾军朝 立马做出扫衣 猎震 太清门众弟子瞬间反过来 纷纷祭出长剑 融合成一柄巨大的长剑 随着众弟子的指令 飞快往蛇蕉的眉心戳去 可这点攻击根本就没有伤到蛇蕉 这时天道院弟子也纷纷打 带头弟子立马下令帮忙 于是天道院众弟子纷纷施展手艺 一瞬间 一个巨大的法阵拔地而起 和天空中的法阵相接 将蛇蕉完全笼罩在阵法身内 后方看热闹的龟仪嘴里 叼了根狗尾八草 看着天上形成的阵法 忍不住赞叹 这就对了吗 打架就是要群殴 单打独斗 那不是上去送菜的吗 这时 龟仪的三师兄竹元青往龟仪走 师妹真是太好了 你没事 龟仪看到三师兄过来起身 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尘 师兄 我没事 但是灵月师姐好像受了点伤 麻烦你照顾一下他可以吗 三师兄文言当然是点头硬 但是看到龟仪往战场方向回去 连忙问道你要去哪 龟仪笑着解释道 我只是去看看 师兄你就放心吧 龟仪其实还是有点担心 男女主别出现什么意外 虽然主角身上都有主角光 但自从上次梦到顾君朝死了后 他再也不敢 正在施法的顾君朝 看到龟仪的道 猛的一惊 你过来干嘛 赶紧回去 可龟仪此时发现 花龙月根本没有在现场 顾君朝解释道 他现在在蛇胶嘴里 龟仪文言有些急 你为什么不阻止他 因为相处那么久 他对花龙月还是有些感情 但顾君朝猛的大喊 我信他 这句话终于让龟仪的脸上 有些表情 磕到了 磕到了屁啊 然后直愣愣地看着顾君朝 这家伙哪来的自信 难道是他也知道 花龙月是女主角吗 女孩身体里面 竟然住了一个万年老怪 而且他还知道 另一个女孩的身体里面 也有这样的存在 虽然花龙月 竟然射了蛇胶肚子 但是他体内有一个大能坐镇 应该没有危险 但转眼看到了顾君朝 这个家伙倒是命催的 作为小保姆的龟仪 当然要好好保护他 不会管的 当即将装满符转 和护身法宝的储物 带寄到顾君朝腰间 顾君朝看到龟仪的动作 一时没反过 师姐这是什么意思 龟仪拍了下顾君朝 那个 你加油 保重 别死了 顾君朝文言有点如鱼 师姐好像是在乎他 但好像不是太多 就在龟仪想离开战场时 体内的凤琪对着龟仪说 这蛇胶的心头血 可是个好东西 对无重塑人身有光阻 你帮我去弄一些 龟仪放了个白眼 再啰嗦 还把你扔了 凤琪看龟仪没搭理他 突然感觉自己魅力全无 拖着下个说道 他是不是又无视了本尊 碎云善家在中间也很明明 习惯就好 习惯就好 这时龟仪扭头 看了眼战场 一波又一波的弟子 往这里赶 这蛇胶怎么说也是超级灵手 光靠这些小辈 肯定是杀不掉的 但这又关他什么事 只要男女主别挂了就行 但此时好巧不行 蛇胶的尾巴 刚好扫到龟仪的 龟仪瞬间离开刚刚站的位置 但他的速度 好像没有蛇胶尾巴 眼睁睁地看着蛇胶的尾巴 我自己抽了 可这是龟仪耳朵的引领响动 只见凤琪猛地出现在龟仪面前 替龟仪挡住了这一击 蛇胶的负面 此时的花拢月手臂 已经被腐蚀了一大半 但突然他感受到一阵晃动 让他身子一个步 手中的长剑也脱手了去 忽然他的身体内 飞出一团金色雾气 他语气有些急 那老贼果然没死 他还活着 花拢月文言恶恨恶地说的 都什么时候了 我马上都快死了 我死了你也要陪葬 金色雾气看到眼前的情景 当即不再有意 立马附身到花拢月身上 只见花拢月好像变了人 双手快速结印 纤细的手指 拔出一个又一个复杂的印 不过十几席的时间 就击成一个巨大的飞溅 往蛇胶的心脏重去 外面的蛇胶 突然感受到体内的情 悲鸣地嘶叫了一声 这时金色雾气 破裂了花拢月的身体 大声喊道 结印 随着花拢月双手结印 一阵又一阵的灵力 狠狠涌向花拢月 金色雾气这才说的 这蛇胶有万年灵力 对你刚合的心境证明 花拢月的心境确实是刚 但是也被这巨大的能量 称得有点美色 十三岁少女哭着要寻死 原因竟是她踩到了狗屎 就在刚刚 龟一想要离开战场 找个地方睡觉 但好巧不巧 蛇胶的尾巴 往龟一方向抽来 这要抽在身上 那不成了肉鸣 可龟一逃跑的速度 根本就跟不上尾巴的速度 龟一眼看着尾巴 往自己抽来 但这时 引领中的凤奇 替龟一挡住了这一击 可龟一都已经做好 粉身碎骨去轮回了 哪能想到凤奇挡在她的面前 龟一看着眼前 越发透明的凤奇 穗云山出来解释道 这凤奇本来就剩下一缕魂了 经过万年 才勉强化作成形 这一下 恐怕要魂飞魄散 龟一闻言拖着下巴说道 这是我的错吗 因为是她自己冲出来 帮她挡住这一击 穗云山摇了摇头 应该不是 因为刚刚明明寿仙灵 也能挡住这一击的 她也搞不清 为什么凤奇要冲出来 凤奇扭头望了望龟一 忽然整个人往龟一这边飘了 就在龟一想问她想干嘛的时候 她用额头抵在了龟一的额头上 已无凤奇真仙之名 弃辱之命 同死同归 不离不弃 契约结成后 凤奇微微一笑 搞定 但龟一彻底门圈了 她能感受到自己的灵魂上多了个闹路 这突如其来的契约 让龟一彻底破风 于是她跑到蛇骄面前 快快快 来打死我 我不想活了 可就在蛇骄对着龟一张开血盆大口的时候 她却整个身体往地上挡去 显然是已经挂了 这让龟一整个人都不好 喂 你能不能打死我再死 顾君朝看着龟一的背影终于放下心了 还好她没事 龟一看到顾君朝往蛇骄的地方冲去 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官配可逆不可拆 说完这会 她立马就进了自己的心境 上前一把抓住了凤奇的杂毛 你赶紧把契约给我解开 不然我就立马死给你 可凤奇一点都不慌 可无契约了同命气 你有何不满 龟一文言仔细地想了想 大概就像是我吃着好吃的小蛋糕 不然踩到了狗屎一样 还是超年的那种 凤奇看着认真形容的龟一 此时的她被她这句话整得很恶 想起同命气 龟一颓废地躺在了心境上 这下她只要靠近花拢月 她体内那位大了 就会感觉到 这虽然对她来说不痛不疑 但是很恶心 此时的心境晚 花拢月用力摇晃着龟一 你们是真的太好了 当初心境的龟一揉了揉眼睛 不均朝在后面 把刚才的橱袋交给龟一 花拢月看着龟一没有说话 就开始认真打量龟一 而此时她的脑海中 心色雾气大汗 你快离她远一点 要不还是两个女生在一起吧 这对姐妹太好客了 就在花拢月 听到龟一被蛇娇的尾巴扫到 整个人都不好了 伤难了 我来看看 但看到龟一愁眉普脸的样子 这是谁把我家龟一惹得不高兴 她完全不知道 龟一刚刚被送起 狠狠地恶心了一眼 能开心才管 龟一看着花拢月的模样 其实她的内心是很羡慕花拢月的 因为她就像一个女强人一眼 越挫越勇 好像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倒 花拢月仔细检查龟一身上没有伤口 才放下心来 你刚刚被受伤了 我来背你吧 旁边的顾君朝露出了羡慕的目光 一路上花拢月都在和龟一讲故事 想让她开心一点 但龟一此时在心 她肯定是以为和她一样是穿越过来 才对她那么好 虎龟一知道她自己不是了 手不由地抓了抓花拢月的衣服 花拢月敏锐地感受到了龟一的意义 不由地放慢了脚步 让龟一更舒服一点 你先睡一会 等会我叫你 听到这话的龟一不由地闭上了眼睛 她在想难怪之前 她争不过花拢月 这样的花拢月很难有人管 而此时花拢月的心境 花拢月对着金色雾气说道 我相信龟一不会害我 你也不要在这挑拨理解 而且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并不是一定要听你 但金色雾气文言气得不行 若不是本作和凤旗同归于尽 针锋大陆早就不存在了 针锋大陆的灵气为什么那么细腹 你以为是谁造成的 我看花拢月一点都不在意 她并不觉得成仙有什么好 人生在世 有几人能够成仙的 金色雾气看花拢月完全没听进去 回废地躺在心境上 死活不听劝耻早你会后复 这时外面的轩宜 看到花拢月背着龟一 倒有 你背上的是我师妹 我是她的大师兄 花拢月这才放下警惕 于是和轩宜介绍自己 轩宜妖间的通讯牌亮起 原来是因为春山地宫的入口被触动 要让他们在北入口集合 一众人都没想到 这春山地宫几万年才看了三次 他们这次竟然能碰到 看来春山画笔也要出现 这样花拢月也要和他们门派的人集合 这时 龟一从花拢月背上跳下 阿月多谢你了 接下来就预祝你收获满满 顾军朝看了眼龟一他们的背影 这才把目光看向花拢月 忍不住说了声保重 此时的春山地宫北入口 刚醒来的灵月上前一板挖住龟一 刚刚的事情他都听说了 仔细看了看龟一没有受伤 才送了口气 对了 怎么没见阿月 轩宜这时说到 他回自己的门派队伍 接下来要进入地宫了 各门派之间已然是竞争关系 就在众人要进去的时候 龟一一下躲在了灵月身后 你们进去吧 我在外面等你们 此时的龟一没有一点心情去看过 轩宜没有一点意外 你不去也行 如果你不去灵月肯定也不去 他如今练起巴结 进去说不定会有好走 灵月文言摆了摆手 我没事的 我现在这样修炼也挺好的 但龟一听到轩宜的话后 感觉很有道 他看了眼灵月 好 我去 是什么让一个懒到极致的女孩 以身犯行 当然是为了他那可爱的师姐 灵月也没想到 龟一会为了他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这让他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龟一你真的是太伟大了 大师兄此时也是终于松了口气 因为这次来这春山秘境的任务 就是让龟一拿到春山画笔 他愿意去最起码 算是成功一半了 春山地宫内 龟一看师姐害怕的样子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他并不是第一次来这春山地宫了 以前他也来过 但是没有灵月 当时的他眼中只有故军朝义 根本就没关心到身边的人 这时龟一看到了一旁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用手指拔了下 眼前立马出现了传送阵 大师兄回头想让他们跟紧一些 刚好看到龟一拉着灵月 消失在自己眼前 他连忙上前插的 但一个不小心也被吸了进去 灵月看着轻车熟路的龟一 不由得有点疑惑 他是怎么知道这里有传送阵的 灵月这时终于发现他眼前的情景 看着阴暗的天空 不由得紧张起来了 这是哪里 龟一这才解释道 这里是真正的春山秘境 叫春山死狱 可门更贴切点 这时 星镜中的凤奇猛地出声 哟 你这丫头不错啊 竟然找到了缺音的星镜呢 显然这秘境的主人和凤奇是老熟人 凤奇和玉衡 还有这秘境的主人 可都是一个时期的强者 玉衡和凤奇 也曾经是至交好友 只不过凤奇骗了玉衡 然后飞升成仙 最后差点导致真风大陆彻底破碎 玉衡为了保住真风大陆 以凡人之躯和凤奇同归于尽 所以才导致真风大陆凌厉稀薄 唯一可以打破真风大陆现状 只有花笼月 但在花笼月得到春山画笔后 画成了七绝情 说到七绝情皈夷不由的 气打不到一处来 这七绝情在之前把他弹出了那声 如果有人敢把春山画笔送给他 他一定把他给烧了 大师兄如果知道皈夷的想法 就算得到了也不敢给他 另一边 花笼月猛地摔倒在了地上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顾君朝也会摔下来 他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你怎么在这里 顾君朝是看着皈夷和凌月消失后 立马就跟着进去 但他也没想到没见到皈夷 却碰到了花笼月 花笼月听闻皈夷也下来了 他急忙问到皈夷他现在在哪 顾君朝这时从橱袋拿出一面镜子 正是皈夷送他的那面镜子 但看到的却是一堆物品 看来是将镜子放到橱袋里了 花笼月看顾君朝不说话 立马上前对着镜子叫了几声 龟仪龟仪 能听到我说话吗 很显然 龟仪听不到 灵月看着眼前的扑木树林不由得有点害怕 咱们来这里找什么啊 是来找春山画笔的吗 龟仪这才道出此行的目的 是来给师姐找废剑的 之前的碧月秋光被花笼月拿走 可花笼月根本不缺宝贝 灵月现在拿着正是 可就在两人眼镜子 一声能撕裂耳膜的吼声 传到了龟仪和灵月耳朵里 13岁女孩心底最害怕的事情 竟然是身边的人都一个个地离她而去 为了让师姐拿到宝剑提升实力 甚至不惜让自己陷入了险境 就在刚刚 龟仪和灵月听到了一声能撕裂耳膜的吼声 俩人下意识地抬头 就看到了一条巨大的蛊龙在天空飞过 这让从没见过如此巨物的灵月 吓得差点尖叫醒 不过幸好被龟仪及时捂上嘴巴 带骨龙飞过后龟仪才将灵月放开 他整个人被吓得像个筛子一样 原来刚刚飞过去的是龙族陨落后的骨架 生前的他可是属于神兽 这秘境的主人真的厉害 竟然连龙族的骨头都能搞到 而且能控制龙骨 这个雀鸣生前应该是一位傀儡师 凤奇这时插走说道 你猜对了 雀鸣确实是太岁林的开山祖师 太岁林本就是龙族的埋骨之地 可任凭凤奇说什么龟仪都没有理 显然龟仪还在想刚刚强行契约的事情 这样的态度让凤奇很是没招 他直接往心境上演 这孩子心境如死水 真的没什么在乎的事情了 碎云善这时说道 这还算好的了 之前这孩子可一直想死来着 凤奇闻言陷入了沉思 他已经活了几万年 想死确实也是一件难事 这时心境外的林月发现 这怎么越往前血腥微越重 龟仪看到林月害怕的样子 一把抓住他的手 我走前面 林月这时在看醒龟仪 真不知道他这小小的个子 怎么就能给带来那么大的安全感 想到这林月就不紧张了 甚至还忍不住笑了 龟仪看师姐好像有点不对劲 师姐怎么了 林月上前询问道 龟仪你个子不大但是胆子好大 这天底下好像没有你会怕的东西 龟仪闻言神情有点低落 其实这一世他怕的是身边的师姐 和师兄会离他而去 因为上天只给他一次 关剧情组的机会 这一世一定要保护好身边的人 这时龟仪突然感受到前方的剑气 估计受伤的是个剑修 想到这 立马飞快地往前方赶去 带龟仪看到前方人影时 不由得有点震惊 此人竟然是大师兄轩仪 林月看到受伤的轩仪 就想着往前冲去 这时的轩仪也发现了两个 但龟仪却一把挡住了林月 大师兄可是金丹七的修为 这些古狼应该没法对他造成太大伤害才对 显然他不止遇到了古狼 虽然轩仪此时身上有伤 但还是大声让两人赶紧品 可龟仪怎么会留下大师兄一个人 他直接换出困龙剑守护林月 困龙不但能困住人 也能阻挡外人精 暂时保护师姐还是没问题 师姐 你在这里暂时别乱停 然后自己飞快地往师兄方向冲去 白赖女孩认真起来有多猛 什么古狼看我一扇子给你击碎 什么你还不佛 吃我一记佛山无影价 这波操作把旁边的轩仪都吓傻了 这小师妹那么猛 但转眼又看到被击碎的古狼又重新复活 大师兄连忙提醒 这些古狼杀不死 就算打碎了一会还会复养 龟一当然知道 现在当下之急是找到阵影 如果不能破坏阵影 这些古狼恐怕会是无穷无尽 但阵影到底在哪里 可这时 龟一耳朵上的银铃响动 凤其的声音传到龟一耳朵里 你为何不问问吴 龟一听到他的声音有些无语 可现在不是闹矛盾的时候 当即龟一问到阵影在里 凤其看到龟一终于搭理他 不由的心情大好 就在你旁边往左起步 龟一此时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听从凤其的话 往旁边走了几 可他没发现在自己脚下 每一步都有一点黑连战 走到地方后 龟一看了眼眼前的古狼 有点不耐烦地问道 然后呢 顺便将眼前的古狼一紧踢碎 这玩意真是碍眼 凤其这次将下一步告诉龟一 把你的天书剑插到地面上 一文言照出天书剑 然后插在地上 轩一看到龟一在布阵立马冲上前 保护龟一 小怪物还想上往室内 龟一这边已经按照凤其说的做 龟一大声问道 接下来呢 凤其此时从星境中站起 身边浮现出一朵朵黑脸 让无赖 龟一闻言 微微一正 你都快透明了 你怎么来 可下一刻 他就猛地出现在自己星境 这是 怎么回事 这是夺射吗 但突然发现他体内的灵力暴准 要是再这么下去的话 恐怕要结单了呀 可这时他的后方 一只手捂住了他的眼睛 别分事 要专心 但就在龟一想听从凤其的话 专心突破时 又想到自己根本就不想修炼 为什么要结单 现在的星境晚 表面是龟一在跌着 可实际却是凤其在操控 龟一的身体 此时龟一的瞳孔 也变成了同凤其般的蓝脸 龟一看着外面的自己 他实在想不通 为什么凤其可以操控他的身体 白赖女孩被夺去身体 丝毫不光 既然你想要肉身 那我就把我的身体给你好了 妈 你不想要 那不行 说给你就给你 就在刚刚 龟一遇到了杀布斯的骨骂 只能寻求凤其的帮助 凤其出手相助 占据了龟一的身体 星境中的龟一 看着操控自己身体的凤其 这老家伙实力确实够紧 只见龟一单手结韵 身边一朵朵黑帘 从地上冒出 随着法阵的结承 一朵强光直冲云霄 这刺眼光芒 让旁边的轩疑 忍不住伸手折腾 然后光芒以龟一站的位置为中心 往四周散去 古狼在碰到光芒后 瞬间化成飞灰 占据龟一身体的凤其 忍不住赞叹道 真没想到这身体居然那么好用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爱了 这让星境中的龟一很伤自尊 用老娘的身体就算了 居然还嫌我矮 我矮怎么了 吃你家大米饭了 凤其这时闭上双眼 好了事情解决了 你回来吧 可归以此时舒服地躺在星境 既然你嫌我矮 那你就多待一会 凤其这时出现在星境 你别搞我了 可归以此时躺在星境 根本没大力 这让凤其彻底凌乱了 不是这孩子怎么回事 自己的身体都不要了吗 此时的法阵 已经扩散至整个春山死予了 这让花拢月身体内的玉衡 暴跳如雷 绝对是那个老贼 那老贼是不是夺少了孩子了 花拢月听到掩饰一惊 怎么讲 玉衡这才解释到 刚刚那股灵力 绝对是那老贼散发出来 可如果他没有肉身 他的黑帘根本就无法发挥作 花拢月听闻有些急了 一旁的顾君朝 看到花拢月着急 询问是不是失血出事了 可花拢月没搭理 只是问向玉衡 能不能确定位置 待到玉衡确定的时候 两人才往归以方向跑去 一个时辰后 凌月看到花拢月 像是找到主星体一般 阿月你看归以现在是不是怪怪的 他早就发现不对劲 花拢月看向玉衡 这确实不对劲 灵力才分开一想怪 这怎么就突破到金丹七了 凤琪也发现一群人正在看抗 虽然他表面很平静 但内心很着急啊 他只能用非常温和的话 去劝玉衡 乖 赶紧出来吧 你的朋友都看着呢 但玉衡丝毫不慌 玩了玩心境中的灵花 没事 你先应付着 这让凤琪很无误 这怎么应付 看他们的眼神 都要冲过来揍他 可归以此时要多舒服 多舒服 凤琪针线不是想要重塑肉身吗 像是你这样的嫌疑 是男是女 是高是矮 应该也没什么区别吧 所以归以很大方说道 这个身体 我送你了 不用谢我 百烂女孩竟然让活了万年的老怪物 感受了羞耻 你是老祖宗用我的身体怎么办 你随便用 完全不用客气的 不是 小祖宗你被这样网我了 赶紧回你身体里面去 凤琪此时有些绝望 他怎么都没想到 居然被一个十三岁的女孩 逼得那么紫 此时花拢月上前问他 你是谁 龟一去哪里了 可凤琪没有搭理他 他看着眼前的蓝模 这眼神还真的和龟一一样 平淡不过 只见凤琪慢慢地转动 飞脸 在众人眼里 他非常平静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有多慌张 绝对不能被其他人看出扩展 他的眼神看了一群周围的人 假装淡定地指了下领域 过来 心境中的龟一忍不住吐槽道 你换狗呢 凤琪此时一点现任的风范都没有 大声嘶吼着有本事你自己来 可龟一完全无视他继续躺平 好不容易拉个倒霉蛋 他才不能轻易放过 只见他此时和碎云扇聊了起 这同命气除了同生同死 还有什么别的作用呢 碎云扇也是存在了上万年的神器了 当然有了 若是一人的肉身损坏 灵魂可保持不灭 两人可共同使用一个身体 就像你们现在这样 龟一此时也产生了点兴趣 凤琪已经成了真仙脱离了轮回 就是说即便你轮回了 他也不会跟着轮回 而是继续寄宿在你的肉身中 说完碎云扇 还感觉眼前这个小姑娘有点可怜 但龟一听完猛然起身 这个吼 以后要是主角不小心挂了 那凤琪还要随着他一起 重新回到三月十五 毕竟谁能干得过作者答答 可龟一的话 让碎云扇和凤琪听得一脸猛 他这是在说什么东西 是不是没明白 这个同龄气的狠毒 此时的心境 灵月胆战心惊地走向龟一 因为他也不确定 这个是不是自己的师妹 随即就看到龟一的手 伸向龟一 这将一旁的花龙月吓得 就想上前嘴指 可龟一却直接伸开双手 抱住龟一 然后整个人就挂在龟一身上睡着 这让龟一忍不住询问 龟一是你吗 这是心境中的龟一给凤琪出招 你现在最好别说话 就靠着他睡就成 龟一看到龟一没说话 才笑着看向花龙月 没事的 龟一他睡着了 花龙月看着睡着龟一 询问心境中的欲 你看看他是不是被夺射了 老师玉恒这种强者 也没发现什么端子 这孩子没有被夺射的痕迹 但这个气息 确实是那凤琪老贼 心境中的凤琪再也受奋了 直接将龟一咬醒 我求你了 你快回去好不好 这一点都不好玩 而且我能装一时 却装不了一辈子 可龟一完全不够 谁让你强行付我契约的 这就是你应该付出的待见 你先替我上几天班 等我心情好了再说吧 这把凤琪搞得很无语 来的时候好好的 这咋还回不去了 可这时 心境外的花龙月 端着一份小蛋糕 龟一我刚研究 新口味的小蛋糕 你要不要尝尝 你要是不吃 那我就自己吃完了 这话让心境中的 龟一眼睛都亮 她一把将凤琪甩到一边 然后在众人的目光下 睁开了她那双大眼睛 很确定的点头 要吃 女孩百烂不想上班怎么办 那就拿出她最喜欢的小蛋糕 凤琪也没想到 自己苦苦求了半天一点用动 而花龙月只拿出个小蛋糕 就让龟一重新回到自己身体 花龙月静静地 看着凭着蛋糕吃的龟一 喜欢吃 我以后给你多做点 但是你以后别那么谈顺 龟一闻言 停下手中的动作 看来是花龙月知道 她刚刚把自己的身体 让给凤琪 说这话的意思 就是让她不要随便 把身体让出去 这可不行 好不容易找个倒霉蛋 可不能轻易地放过她 心境中的凤琪满脸无奈 看着吃蛋糕的龟一 这孩子也太吓人了 以后可不能随便用她的身体 此时凌月上前 对着龟一说的 你那个黑莲花好恐怖 下次要不试试白莲花 金莲花也行啊 可看到龟一将小蛋糕 放到厨袋 以为龟一是生气了 她像是红小蓝一样 好好好 黑色的就黑色的 黑色也挺好看的 师姐总是无理由 妥协龟一的小性 这时龟一走向 正在修炼的轩仪 轩仪看到龟一上前 询问有没有受伤 大师兄并没有关心师妹 为什么突破了精丹气 只是担心她的情况 龟一此时拿出厨袋 一边翻找东西 一边摇头 我没事的 然后她将一块玉牌 交到轩仪手 一脸认真地对着轩仪说道 大师兄 以后不要事事都以我为限 你要多在一些 你自己行吗 回头望望望眼 后面的灵月和花楼月 之前总以为身边人死去 都是因为花楼月 可现在回头看 都是自己亲手 把他们推出去 可是把一旁的轩仪 吓了一跳 小师妹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因为在这 秘境不舒服 要不咱们现在就回去 说完一把拉住 龟一就要走 这让龟一一脸猛 是不是不应该 和师兄说这个呢 此时星境中的凤奇 忍不住出来纠正龟一 刚刚你的话 好像是在交代一言 这才让龟一恍然大悟 就想和师兄解释一下 但怎么拽自己的手都拽不动 这时轩仪一把将龟一抱起 这孩子到底是怎么 怎么一直都在胡言乱语 龟一自认为刚刚吓到了师兄 只能对着轩仪 又出一个威信 师兄我没事的 只是希望师兄好好休息 以后师妹可就靠你了 轩仪这才放下心愿 没问题 大师兄一定好好修炼 不过你也别松懈了修为 一定要好好修炼 龟一文言直接捂住耳朵 往地上躺去 这又开始说教了 这怎么让他们为自己而活 比为我而活 还哪 十个时辰后 龟一从花拢月背上醒 然后直接从花拢月背上 跳到一个石头上 有人来了 而且还不止一个 花拢月文言急了 一把拽住龟一的衣服 飞快地往前方跑去 冲 绝对不能让别人看得前面 此时的花拢月 就像打个鸡鸡一样 完全没有注意 手上的龟一是什么母义 龟一想出口提醒 咱就是说能不能换个姿势 但是风声太大 花拢月根本就没有听到龟一的声音 就这样硬生生跑了几十里的 花拢月才停下脚步 看来是道理 这次花拢月才将手中的龟一放下 龟一就这样脸朝地 狠狠地摔到地上 女孩为了白烂能有多努力 不想说话 那就只能被人硬生生地 拖了几十里的 想偷懒怎么办 那我的身体 给你用不用客气 龟一在后面 看到龟一发型凌乱一脸 安详地坐在哪 龟一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但女孩没有说话 只是指了指她的脚 只见两个鞋帮子挂在了龟一的脚上 很显然是刚刚被花拢月 拖着跑的时候魔幻 但此时林月一脸骄傲地 从除物袋拿出来两只崭新的鞋子 幸亏她准备衣服的时候 帮龟一也准备了鞋 这让龟一忍不住佩服起师姐 师姐想得真周到 一旁的花拢月终于迷乱 刚刚她原来是一直拖着龟一跑的呀 但这孩子怎么一声不吭地 被拖了几十粒地 这时一行人终于踏进了他们的目的地 龟一看了看一旁的上古文字 算了看不懂 星镜中的凤旗出生 要不要我给你翻译一下 但龟一直接往前走 没有搭理她 要不是为了给师姐拿到宝剑 她可没有兴趣来这 但她踏入城池后 发现眼前的一切都变 原本荒凉的城池变得热闹非凡 甚至还有几个小孩子 从她眼前跑过 可龟一丝毫不慌 甚至还和周边的小贩聊了情 你这桂花糕也太贵了 要不打个一折怎么 星镜中的凤旗 看着外面的龟一有点意外 对着穗云善问你 你说 她知不知道自己已经身在镇粉中了 可穗云善的立场很坚定 她当然知道 你不要勉强了 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可凤旗文言非常生气 她一把将穗云善抓在手里 你之前跟着吴的时候 可没有维护过吴 没错 凤旗吃醋了 穗云善反驳道 你个老六成仙就把我扔了 我还维护你 你在想屁吃 一仙一剑在龟一心境炒得不可开交 这杂乱的动静 让龟一很是兴奋 你很闲吗 凤旗立马反驳龟一 无可不闲 无超忙的好吧 碎云善趁凤旗回答龟一张嘴 咬在了凤旗手上 可下一刻 凤旗就感觉自己出现在了大街上 手里还拿着龟一刚买的桂花糕 这让凤旗彻底崩溃了 她怎么又让龟一给换出来了 另一边的花拢月 看着眼前熟悉的环境 有那么一刻 她还真以为自己回来了 玉衡看着眼前的场景 饶食她见多识广 也没见过如此繁华的地方 这是一辆车子 往花拢月驶来 看她不退让司机立马杀停 随即开始破捕大骂 是不是找死啊 可花拢月丝毫不在意 因为她知道这里是镇子 现在的当务之即是找到镇 玉衡看着花拢月 一动不动地盯着眼前的景色 不由地发出疑问 你想怎么破镇 这里动用不了能力 但这时她在人群中 发现了一个小姑娘 当即她就往小姑娘那里跑去 可抓到那个小姑娘时 这个小姑娘 用呆滞的眼睛看向她 在小姑娘想说话的时候 却被花拢月一个用力 女孩的脖子 发出一声脆血 随着女孩的倒地 周边的人群和环境 好像是故障了一般 纷纷暗了下去 万年老怪物 竟然被13岁女孩 拿来当牛屎 凤琪都感觉自己 这几万年活在狗身上了 一个13岁女孩 竟然那么难对 就在刚刚 归一看心境中的凤琪 和碎云擅吵的不可开交 实在是被她俩吵得受不了 直接施法 让凤琪掌控了自己的身体 凤琪现在很绝望 是时代在进步吗 现在的小孩可真难对付 另一边的花拢月 刚把一个花季少女给放放 这让心境中的玉衡 忍不住倒吸一口气 也就不怕杀错人 花拢月非常老实的回答 很怕 但越怕越要认真对待 看着身边的人 和建筑慢慢消散 她已然回到了 刚刚的城池中 这时 一大堆傀儡 被往花拢月袭来 但这些小啰啰 在花拢月手里 根本抵倒不了一招 直接被她打飞出去 但转头又看到一个少女 站在那 没错 正是控制龟一身体的凤琪 花拢月看了眼龟一的蓝眸 立马就认出了 她不是龟一 然后就往龟一方向跑去 可龟一一个倒退 跳跃到一个建筑物的高处 就这么居高临下的 看着下方的花拢月 只见她单手一手 一朵黑莲被她扔下 花拢月看着黑莲 往她这边袭来被吓了一跳 她的脚快速往后方撤去 可黑莲刚好落在了她的脚下 在花拢月震惊的目光下 黑莲快速地生长 但黑莲并没有袭击花拢月 而是将她旁边的傀儡 一个个全都控制住 星境中的龟一 此时占领凤琪的位置 悠然地躺在了那上古飞玉上面 碎云扇忍不住发声 你可真会享受 这块古玉不但可以增长灵力 还可以滋润灵魂 这时龟一发现 其实和凤琪契约 也是有点好处的嘛 而星境外的凤琪 百无聊赖地往下面 扔着黑莲 还以为13岁孩子好对付 真没想到天真的竟然是她自己 此时的她是万般厚 真的是她老了 现在修真界的孩子真可怕 可星境中的龟一 可不管凤琪的吐槽 心安理得地躺在星境中 这时 凤琪看着下方 望着她的花拢月 忍不住开口问向龟一 这又被花拢月发现了 你确定不换回来 龟一闻眼懒洋洋地揉了揉眼睛 那好吧 凤琪听到这才松了口气 终于结束了 但换回来身体的龟一 看了眼自己的位置 我去 怎么那么高 然后脚下一个没站住 整个人就往下面摔了下去 这把下方花拢月下 得赶紧往龟一方向跑去 心里忍不住喊道这熊孩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龟一在空中 还想借力踩了下墙体 但墙倒了 这让两人脸上 都露出了一丝错误 龟一想了想反正也摔不死 那就直接自由落铁虎 花拢月看到龟一放弃抵抗 连忙飞身而起 就这样龟一稳稳地 落在了花拢月的怀抱中 龟一被花拢月抱着 顿时感觉安全感失足 女孩被情敌杀了上百次 这次重生终于把她给拿捏住 既然打不过 那就不合你 关系搞成好姐妹 总不能杀我了吧 就在刚刚 龟一和凤琪将身体放回 但龟一一个不小心 就往下方摔去 可龟一此时的想法 是反正也摔不死 那就不浪费力气 花拢月在下方 可不能不管无问 一个飞月就这样 龟一稳稳地 落在了花拢月怀里 待花拢月将龟一抱到 宽敞的地方才放下来 花拢月一脸担心地 问道你没事吧 龟一微微摇头 我没事的 难怪女主的魅力那么大 之前被顾君朝蒙住了双眼 现在发现 不但别人喜欢她 就连龟一也行 花拢月语气十分严肃 你不能因为不想战斗 就让凤琪占领你的身体 那老贼很危险的你知道不 龟一文言脑袋中 而朱玉勋都只能排第二 就连男主 顾君朝和凤琪里的话 好像也不大行 可花拢月 看着龟一思考的样子 用力将她摇醒 你听我说 那个凤琪真的很危险 这个语气 就是一副恨铁不承当的样子 但花拢月说的龟一都知道 而且她远比花拢月知道的有多 她都已经看了上百次的大结局 每次的结局 都是凤琪被花拢月斩杀 花拢月听到龟一说 她知道凤琪危险当场就急了 你知道她那么危险还放她出来 难道就不怕她占据你的身体 不给你 这明明是教训的话 龟一听到双眼都冒出星星 还有这等好事 新镜中的凤琪 直接双手交叉表示拒绝 你真当我是那耕地的老黄牛了 龟一文言 还是有点失望 然后看向花拢月歪头一笑 但是 你一定可以解决这些麻烦的 对吗 花拢月看到龟一的笑容 顿时干净十足 直接将拳头扬起 那是必须的 就算是魔皇了 我也能把对方给斩 这种被人信赖的感觉 真的很让人上头 这让两人心境中的凤琪和玉衡 同时产生了一个念头 完了 这孩子完全被拿捏了 半课中后 两人走在城池中寻找阵营 只有破了阵法 才能解救其他困在幻境中 花拢月看着原本喜欢偷懒的龟一 跟在她身后 忍不住说道 龟一 其实你不用跟着我的 我自己也行的 可龟一虽然是个反派 但是在阵法的三人 都是他们太轻名 就算啥都不干 在后面当气氛祖喊加油也行啊 说完睁着她那双亮晶晶的大眼睛 看着花拢月 试图让她明白自己的意思 花拢月看着龟一 那双圆溜溜的大眼睛 看着自己 连忙扭头捂住鼻子 不是 这孩子跟谁学的 怎么那么可爱啊 真的是怎么看都看不够啊 心境中的玉衡 忍不住吐槽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可花拢月丝毫不客气 你有出息 你有出息 现在还是团物器 但此时花拢月猛地挺出了脚步 后方的龟一歪头 看向前方 只见 一个黑袍少年 站在了十字路口 他的每个手指上 都有个戒指 戒指上 都有一根细细的丝线 连接着十个稻草 黑袍少年 看到龟一二人 连忙将丝线收回 然后后方的稻草人 不受控制 纷纷向下倒去 这个少年龟一 在开山大顶上见了 正是太岁林的弟子 花拢月看到对方 往自己走 小脸威红忍不住惊呼 哇 公主切得美少年 她本是实力强大的 金丹七修士 如今却给一个 只有助击七的修士 加油助威 就在刚刚 龟一和花拢月 在寻找阵影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美少年 但少年往两人 这边来的时候 花拢月忍不住惊呼 哇 公主切得美少年 在她想上去打招呼时 下一秒 一个巨大的傀儡 从地面爬出 上来直接给美少年 来个偷袭 但直接被她躲过去了 花拢月看到这么大的傀儡 感觉很是威胁 连忙招呼 龟一往后走 这里不是太安全 龟一文言 乖乖地点了点头 完全没有一个 金丹七修士的样子 而且让她往后撤的人 明明才助击七的修 美少年也没想到 一个助击七的修士 冲上前 而那位金丹七的 却蹲在了一边 可看着助击七的修士 明明是阴修啊 现在需要一个 能近战的人 抵挡住傀儡才行 花拢月这时 直接将自己配剑拔出 能近战的可不止 龟一 龟一在后方 看到花拢月拔剑 充当气氛组的她 立马发挥了她的作用 满脸骄傲地 拍了几下双手 仿佛就是在说 看吧 这就是女主 六边行战士 花拢月虽然是 英修但剑术丝毫不差 只见她一剑斩去 瞬间削断了 那些傀儡的手掌 下一刻 那些手掌又重新掌握回来 另一边 美少年虽然很震惊 花拢月的剑术 但也知道 现在正是破阵的好时机 她直接几个跳跃 迅速和傀儡拉开距离 随着她的跳跃 她耳朵上的金色耳锥 露出 伴随着她的手印 耳坠发出了沙沙的声音 后方的龟仪一看到 耳坠立马认出 这是太岁灵地族的特有法器 是可以防止同门误闯 机关迷阵 看来这个雀阴 还知道给自己后背留后路 应该不是什么坏人 随着美少年的双手结印 手上的丝线 立马往四周散去 最后形成了一个圆环 龟仪在后方 立马就看出这些圆环 就是阵眼所在的地方 果然随着美少年的用力一转 那些圆环瞬间爆开 就这样傀儡在花拢月的面前 迅速向下掉 不一会 他就完全消散 在地面上形成了一个大土堆 龟仪拿了一块碎石捏了捏 原来这些傀儡 都是城中土石形成的 花拢月可真是烈 刚刚竟然是和一个城池在打 然后想起了阵子虽然破了 但自己还要去找师兄事件 随即就要往前方走去 但后方两人看到龟仪要走 立马喊住龟仪 龟仪回头看了下两人 他立马想起自己气氛足的位置 于是他睁着他那双大眼睛 龟仪你是要找轩仪和灵月吗 我和你一起去 再带上他 龟仪很意外 以花拢月的性格 不会带上不熟悉的人 随即又想到 这可能担心自己 又跟凤旗互换身体 花拢月这时向一旁的美少年 介绍了一下自己和龟仪 请问这位道友怎么称呼 美少年此时说道 太岁灵 血影 男子拥有一副乍天颜值 但可惜的是男人找了个嘴 龟仪轮回上百世 都没有见过画那么多的男 可如今又见到了一个 可以媲美男子容貌的 龟仪上下 打量了下血影 要是这个模样 出现在针锋大陆 那大陆第一美男子 他就不是耳珠玉勋 耳珠玉勋那个男人 长得确实好男 但就是话多了 可下一秒 一个声音从上方传来 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叫我 是不是你吗 众人抬头望去 正是耳珠玉勋 不过他是怎么能听到 龟仪心神的尾 这时龙叔从高处跳下 对着耳珠玉勋说道 你还是别丢人了 快下来吧 原来就在刚刚 耳珠玉勋被腿垒下的 到处乱窜 听到这边有熟悉的声音 才赶过来 当看到是自己人 又开始装起来 听到龙叔的话 他才灰溜溜地跳下来 毕竟被人抓住 小辫子了怪丢人的 两人到花拢月面前 毕恭毕敬地设个碗碑 花拢月辈分上 可是他们的尸姑 但花拢月直愣愣地 看着龙叔 这小子怎么像那个人 这俩人不会是一个人了 就在花拢月思考的时候 耳珠玉勋发现了 躲在花拢月身后的龟姨 龟姨看到 耳珠玉勋在看自己 立马又往花拢月后方躲了躲 可耳珠玉勋好像没看到 龟姨不想搭理他 笑眯眯地上前 孟师妹 你怎么躲着我了 我又不会吃了你 快让师兄看看 你是怎么费圣经单的 这副模样 简直就是大叔叔 欺骗小女孩的样子 一旁的花拢月可忍不了 上去一拳 砸到耳珠玉勋脸上 可他感觉还是不过瘾 又一把将耳珠玉勋 压在地上抱锤 那俊美的容颜 被花拢月一拳一拳打得吸碎 感觉还是不过瘾 又一脚踹在耳珠玉勋 引以为傲的脸上 嘴里还骂着 龟姨才13岁 你是变态禽兽吗 别以为我家龟姨 和外面那些女弟子一样 会被你迷的神魂颠倒 耳珠玉勋活了一百多年 还是第一次听到 有人用变态禽兽来形容他 这让他直接心灵受负 怕得晕了过去 花拢月看着耳珠玉勋晕倒 当场停手 有点怀疑的看了他自己群 他现在已经那么厉害了 没有动用丝毫灵力 就把金丹七的修士打晕了 龙叔可是知道耳珠玉勋的为人的 当场就和花拢月解释道 他没事的 只不过听不了说他不好的话 只要不理他 他一会就好 而龟姨相对于耳珠玉勋的死活 还是担心自己的师兄师姐 当即他就往前方走去 而花拢月和龙叔 看到龟姨走的连忙跟上 而朱玉勋原本还想着有人来安慰他 可看到众人都走了连忙起身 当即对着众人的背影提高 你们等等我啊 怎么能留下如花似于玉树 凌风风流倜傥的我 可众人没一个搭理他 这简直是不把他这个 针锋大陆第一美男放在眼里了 另一边 轩一醒过来后 发现顾君朝半靠在旁边 他的手上还满是血迹 当即就要上前查看顾君朝的伤势 可看到他手臂伤口 还有咒术的存在 随即就问向顾君朝 你碰到杀手龙说了 为什么不早说呢 顾君朝语气平缓地说道 只是不想给师兄师姐添麻烦 而且自己也可以解决的 但轩一听了有点生气 你既然入了我太清门 又何必把自己当外人 而且师兄师姐照顾师弟 本就是应当的 顾君朝听到这话 微微一正 原来桂一师姐对自己好 并不是自己的 只是因为自己是太清门的弟子罢了 女主真的是又香又软然又好 桂一恨不得一直待在 花拢月怀里和下来 刚刚桂一发现了一个灵蝶 这灵蝶的气息好像就是灵蝶 下一刻 灵蝶出现在了鲑鱼身后 灵蝶看到鲑鱼后 开心地向那孩子 边蹦边跳跑了过来 然后一把抱住了鲑鱼 鲑鱼很诧异 为什么灵蝶没有和大师兄在一起 可灵蝶说他醒来后 只有自己一个人 原本他以为还会有二重幻境 但发现寻人灵蝶有了反应 这就说明自己不在幻境中 相对于大师兄 灵蝶还是比较担心鲑鱼 所以现在出现在了鲑鱼面前 不过好在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因为这边聚集了好多的高手 鲑鱼看到师姐没事 也是松了本气 但此时众人突然听到一个琴声 这让鲑鱼和学尹微微一震 这琴声好像是南雪仙子 学尹这才说道 刚刚他掉下来的时候 看到过南雪仙子 想来是也来到了此地 但身为英修的花拢月 从琴声听到一些消息 待他仔细听了听才读懂李文的信息 对着鲑鱼说道 你的大师兄和顾君朝此事和南雪在一起 他们现在都在那里 卫一看了看重 这五大门派都来了 但能信任的只有花拢月和林月 其他人都是竞争关系 他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帮师姐拿到碧月秋光 想到这一把拉住两门的时候 没和任何人打招呼 就往远处跑去 这让耳珠玉寻粉饰疑惑 这怎么招呼都不打 医生就跑了 他还想问下龙叔知不知道什么情况时 扭头发现一旁的两人也消失不见了 这让他很事无语 这次又没等 而且这刚组间的小分队 散得也太快了 另一边 龟一拉着两人 瞬移来到了一个石门前 花拢月立马反应过来 龟一刚刚不但用了灵力 而且还是瞬移过来 这让他很担心龟一的身体 然后用自己额头碰了下龟一的额头 你没事吧 待感觉龟一没事才放下心来 随后一把将龟一公主抱起 你那么累了 先休息一下 这让龟一很受用 虽然不是很累 但是女主的身体真的好像好软好舒服 灵月看着龟一毫不客气地 把人家当了 他很担心花拢月会生气 可龟一根本就没有这个觉悟 他直接问向花拢月 我中吗 花拢月颠了颠 你太轻了 要多吃点肉知道吗 灵月看到这才感觉自己多心 因为花拢月在抱着龟一 灵月便打起来头阵 原以为石门会很难推开 但灵月轻轻一推就被推开了 龟一这才发生 这里就是春山死狱的地宫 看来你们都不行 那就让我来会会 这场像兵马俑一样的巨人吧 就在刚刚 龟一三人来到了这春山死狱的地宫 作为女主的花拢月首当其冲打头阵 灵月连忙说到自己店后 就这样两人将最强的龟一保护在中间 看着前面的楼梯越来越阴暗 花拢月连忙让后面两人小心 龟一可是来过这里上满侧了 深知这里的危险 特别是里面的机关 突然她的脚下发出一阵清脆的声音 这个声音特别的熟悉 不出所料就是第一道关键 果然在她的身后一个巨大的石门 挡住了几人的退路 这时几人发现自己处于在一个都是镜子的世界 就连地面都是镜子 突然这四周的镜子猛的转动起来 修为最低的灵月直接就被甩了出去 花拢月眼急手快才将灵月救下来 龟一此时终于想起这个机关了 虽然已经经历了上半次 但是被甩的还是特别想吐 而且这个转动过后 那下一个东西就要出现了 下一刻 一个长得像兵马俑的巨人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几人在巨人的身形下显得特别的明显 胆子最小的灵月 甚至直接被吓得跪到了地上 龟一看着眼前的巨人蓝散的目光变得异常明重 花拢月直接拿出自己的七弦琴 随着她的双手把握 击到琴音飞了出去 可琴音在碰到巨人时又被反弹回来 龟一扭头躲开被反弹过来的琴音 没用的 这个镜面是会反弹灵力的 花拢月立马对一旁的灵月大呼 你用剑试试能不能破 灵月此时用她这十几年最大的力气往地面戳去 可镜面只出现了个裂缝 镜面还是完整 想要闯过这个机关这一下是远远不够的 龟一看着两人的攻击都没有办法解决 看来还是要她出马才行 就在她往前走 龟一这个机关怎么破的事 后方花拢月忽然按到了什么开关 然后整个镜面世界又开始飞快地转动 远比刚刚转的速度还要快 龟一由于体重太轻 整个人都被甩飞起来 后方花拢月想拉一把 但是还是太晚了 就这样在花拢月的目光下 龟一飞快地往巨人身上飞去 万年老怪物被13岁少女又坑了一遍 刚刚那个太疼了 你皮糙弱后还是你杀 宋奇此时很无语 这上万年活在狗身上 竟被一个女孩连番捉弄 就在刚刚 龟一眼见二人的攻击 对镜面巨人不起效果 看来关键时刻还是要自己上场 但这时 花拢月踩到了一个机关 就这样体重最轻的龟一 瞬间被甩飞出去 下一刻 龟一在两人的目光下 狠狠撞向镜面巨人 一瞬间 镜面巨人被撞得碎裂开了 随着镜面化为点点消失不见 原本让人头晕的镜面大变 此时变成了一个非常疯狂的王者 而龟一此时在地上 躺着一动不动 两人看到龟一这份模样 连忙上前插弹 看着一动不动的龟一 花拢月此时充满了内疚 原想着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小姐妹 但没想到 最后是自己触动机关 让她受伤 心急如焚的花拢月 连忙搭上龟一的手腕 想看一下情况 可下一刻她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惊艳 这个迈向难道是她 灵月这时看到龟一 这副模样 感觉这孩子不会摔傻了吧 我是你的亲亲师姐啊 你怎么这样看我 没错 龟一再就要装到镜面巨人的手 施展了手印 让凤奇替代了她 掌控了她的身体 花拢月看到这双蓝眸 是真正的扫心 还好自己的龟一没事 不然她可要哭死 但龟一此时心里 像十万只野马奔走 已经上万年 没有感受到疼痛了 没想到 竟然栽到了一个孩子身上 这小妮子 绝对是掐着时间换了 根本就没有 给她留反应的时间 而此时龟一的心境 龟一悠然地躺在一个荷叶上 她的耳边 全部都是凤奇的咒骂声 凤奇原来可是仙人 骂人的词汇本来就很少 翻来覆去 也就是你是诸和你 是不是有病 龟一听着凤奇的声音 这老家伙是生气了吗 算了 他生气管我啥事 还是睡觉舒服 可他耳边 还是充斥着凤奇的咒骂声 你这样会吵得 让人睡不着觉的 不就是呼唤一下灵魂吗 有必要产生那么大的怨情吗 心境外的凤奇 此时一副生人勿扰的模样 心里面还一直在骂着龟一 凌岳看到这有点担心 他这样不会有事吧 巴龙岳是知道情况的 连忙解释道 没事的 等他伤好了人就恢复 有着凤奇的带路 竟然很快就来到了地宫正殿 此时的正殿内 漂浮着一只漂亮的长 凤奇到这儿 就直接躺在了地上 一副不关我事的模样 巴龙岳看着眼前漂浮的长笔 想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春山画笔 巴龙岳看着春山画笔 可是越看越喜欢 但这是龟一带她过来 随即对着躺着的龟一说道 你要是想要这个笔的话 咱们可以公平竞争 显然这个语气是和凤奇说的 可凤奇文言只是轻描地 看了一眼巴龙岳 这个玩意我不感兴趣 白烂女孩唯一让她勤快的事情 就是保护好身边人 哪怕是在好的神器 放她面前她连看都不过 但为了尸解能够增整实力 不惜让自己陷入险境 就在刚刚 龟一狠狠地撞向了纪念剧 幸好有凤奇替她挡住一击 她才没有受伤 在凤奇的带领下 众人来到了这帝冰正殿 花拢月表明自己想要春山画笔 并表示可以和龟一公平竞争的 但此时占领龟一身体的凤奇 对这个笔没有兴趣 心境中的龟一仪则是连看都没有 显然对她也没有吸引力 林月这时说道 他们是见修制对他们一点作用不明 花拢月听到两人这样说 那自己就不客气 然后伸手将春山画笔拿到自己手中 但下一刻 这正殿的景象突然消瘩 院子内的花花草草全都消失不见了 花拢月看着手中的春山画笔 想来这景象的变动是和她有关 一个时升后 花拢月看着眼前的琴月看越喜欢 她没想到春山画笔 竟然能够根据她的属性画作成一本琴 这时 花拢月惊奇地发现 院子里多了个石棺 林月则是欣喜地和花拢月说着 这里面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只见她双手用力一推 就把石棺打开一个口子 但这时一道剑光 从石棺中飞出直奔林月 林月本就是剑修自然能感受到剑影 她连忙抽出自己的配剑 来抵挡碧月秋光的竞争 她此时想到了 龟仪交给她的口诀和印象 随即她不再犹豫 直接一手持剑一手结衣 然后狠狠地往碧月秋光的剑气斩去 这一招借力打力 把一堂的花拢月都看呆了 没想到林月一个练起八戒的修士 竟能施展如此招数 和此时后方的凤琪一个起身 这小丫头不是她尸检了 那我就来捉弄一下她 但下一刻 龟仪猛然回到了自己身体 这让凤琪很无语 龟仪这丫头绝对知道了她的意图 花拢月看着场中的林月 这样下去恐怕林月会体力不支的 龟仪也看到场中的情况 随即绕过花拢月往林月走去 只见龟仪此时单手结衣 对着林月说道 既然你灵力不够那我来注目 这并不是龟仪第一次用 上次是在剑中帮助挤青拿剑 此时的林月就感觉自己浑身充满力 这样反弹出去的威力就更强 三个时尚后 有着龟仪的帮助 林月此时还在挥舞着自己的配件 但下一刻 碧月秋光直接插在了林月前方的地上 林月看着碧月秋光这副模样 是高兴 你同意契约了 花拢月在后方真的替林月感到高兴 太好了 你终于驯服她了 可龟仪此时却感觉自己快要累死 但她撑着疲惫的身体 失解无成 恭喜啊 恭喜 这时 林月突然发现碧月秋光在给她灌溉灵气 她看着这把剑有点猛 怎么有一股好强的灵气 在冲击她的丹田和心境 林月太牛了 林月自己很害怕 但是遇到了威胁 还是冲在前面保护妹妹 刚刚在龟仪的帮助下 林月顺利收服了碧月秋光 在得到碧月秋光的溃增后 林月顺利突破了炼气九层 可这灵气竟然还没有停下的机械 她随即收回碧月秋光 然后盘腿打坐 准备突破住机器 花拢月看到林月的模样 立马明白她这是要晋级了 龟仪也是替尸姐 高兴 但是真的好累啊 然后整个人像尼秋一样 往地上倒去 花拢月看到龟仪脸朝地睡着 胆忙拿出被子给龟仪盖上 两眼宠溺地看着自己的小姐妹 然后用手捋了吕龟仪的头发 能够顺利来到这拿武器 还真的多亏了你 你就好好消息吧 她本人也不能闲着 看着旁边晋级的林月 晋级最忌讳的就是被人打扰了 自己还是给林月护发了 半个时尚后 花拢月睁开了一只眼 这突然暴动的灵力 没错 林月此时已经顺利突破了蛛肌漆 看着精神焕发的林月 花拢月真心替她感到高兴 恭喜啊 林月摸了摸头 多谢阿月这次为我护访 然后将视线看向龟仪 还要多谢自己的小师妹 如果没有她的话 光靠自己是不可能拿到碧月秋光 平时她自己都是懒洋洋 可为了自己的事 她却从来都不怕梦子 两人看龟仪这个样子 估计还要睡几个时辰 但此时 一男子从正殿走进 是本作来晚吗 此人正是杀手龙叔 她此时眼睛扫了一圈正殿 并没有发现春山画笔的痕迹 当即对着两人说道 所以你们谁拿了春山画笔 但林月立马冲出 把花龙月和龟仪护在身后 龙叔看着林月有点失惊 这小丫头是龟仪的师姐 可和龟仪不同的是 她好像挺怕自己 龙叔想的没错 林月此时确实很害怕 所以 她将碧月秋光寄出指向龙叔 假装冷静地说道 我乃太清门清云风弟子 虽然我修为不如你 你 你可不要得业 邪不胜正 龙叔看着林月拿尽的手 一直在颤抹 她忍不住笑出了声 你还是别逞强了 本作不是来杀人的 但林月此时说什么都不行 闭着眼睛大声喊道 不行 我不允许你过来 自己可是姐姐 必须要保护好妹妹才行 花龙月看着林月的样子 无奈又好笑 这还是有人第一次挡在自己前面 随即她前进一步 将林月固在身后 对着龙叔说道 你是为了春山画笔而来的吧 但是她已经和我契约 如果你想要她的话 那只能杀了我 会被龟仪收入囊中 没想到却被花龙月契约了 估计她想也不会想到 这个神器 龟仪连看都没看 既然这样 她就放心地来取 她心中还是不想与龟仪为敌的 但如今春山画笔在其他人手中 她就没什么机会 花龙月看到龙叔向自己走来 立马祭出七绝情 对着龙叔大喊道 你可以试一试 大战一触即发